第711章,送你了。被我砍了双手,这曹明自然是没有办法拿起他的双手,幸梦地站在旁边,看着这一幕,也是气愤的不行。不过看着我砍下曹明的手,他也有自己的心思。曹明看着幸梦的,无奈之下,幸梦的,只能捡起地上的手,和曹明两个人离开。 看着他们两个行色匆匆地离开,张显宗和房东两个人进来,看到地上有血字,张显宗多少知道一些,发生什么事情了,但是房东可不清楚。不过,大家都是有脑子的人,所以,这点事情还是知道的。我能上下参观一下这个楼房吗?房东看了我一眼,又看向张显宗,最终点点头,我也没有一个人上下参观。 而是三个人一起,将楼上楼下看了个遍。我看着手里的罗盘仪,整个大楼的建设倒是正常,格局什么的,都不错。但是周围,给人的感觉就像是折服着不少凶手。而我们就是,他们要杀的敌人。这个感觉,就是张显宗说的,像是被监视的感觉。 整个大楼听房东说,闲置了不少时间,有一两只阴魂借住这里,也不是不可能。给我的总体感觉,这里既不像是闹鬼, 也不像是风水问题。想要弄清楚这里什么情况,只能慢慢查找原因了。只是这房东,是不可能给我们这个时间的。 不过以目前的情况来看,还确实有些不寻常了。这栋房子在出事之前,是做什么用的?或者说,在出问题之前,这个房子里面有没有出过这样的事情? 听到我开口,这房东想了一下。出事之前,也是做办公用。我的房子建好之后,下面五层和上面五层都分开租的。出事的公司是下面五层的。这两家公司,从我房子建好,就在这里了。 自从出了事,两家公司都搬走了,这几年我也出租过。但是来的公司不到一个月,都搬走。说一句真话,他们都说,这大楼里面不干净。我也想弄清楚,这里是什么。晚上我也来待过,但确实是不干净。正是因为这样。再加上我儿子在国外,我们也准备移民过去。所以这房子,我才这么便宜。说句不负责任的话,这一千五百万买下这个房子,就算是直接扔在这里,等到其他开发商前来收购。 单单是这里的地盘,就已经不止这个价了。对方说的倒是不假,不过这个房子里面很诡异,远远不止眼前这么简单。我的直觉告诉我,这里面绝对有不干净的东西在。而且还不识普通风水师可以对付的。至于这个房东说的,只能信一半。既然如此,那我们就回去考虑一下。要是那位新梦的老板喜欢这个房子,就先卖给他。要是他不要了,你再给我们打电话。张显宗没有说话,只是看着我。 坐到车上,张显宗安耐不住,直接开口,这房子怎么样,能不能买。我想了一下,然后摇摇头,不知道。不过直觉告诉我,这个房子不能买,除非是买下来,直接拆掉重新干。而且,这房子的问题不小,具体问题出在哪里,我也说不上来。刚才我特意留意了一番,整栋房子像是一个阵法。 阵法?张显宗疑惑地开口?这个怎么说?我侧头看了他一眼,想了一下开口。我也只是简单地一说,具体是不是我也不清楚,之所以感觉是有阵法的。 因为咱们行走的路线,每一栋楼层的建设都不一样。而且,当时我还按照九宫八卦的阵法推算了一下,基本上都和我的猜测吻合。 但是有一点我很好奇,那就是,一层和二层的摆设建筑,和我在楼上的印证是相反的。 这也是我疑惑的地方。说到这里,我也突然想到,一件事情。 怎么了?张显宗说完,然后疑惑地看着我,我将车子停在路边,然后想了一下,这房东是做什么的? 被我这样一问,张显宗也是更加疑惑起来。 你问这个但什么?只是我的一个小猜测,你要不知道就算了,不过这样的事情也是不可能出现的。 听我说完,张显宗呵呵笑了起来,然后看了我一眼。 要说那房东是做什么的,我还真的知道一些,小时候他家特别穷,而且他爸妈是卖咸菜的,所以当时,在学校的时候,他每次去学校的时候,都是馒头咸菜,后来到了初中,还是这样。 我看着张显宗,没想到他们两个,竟然还是同学。 大学出来之后,我就开始创业,我知道他的时候,也是前段时间。 那个时候我在找房子,他联系到了我,说他手里有一栋楼房,不过有些不干净。 至于后面的事情,就是现在这个样子了。 而且现在他的公司规模不小,比我的公司还大不少,主要就是制作一些工艺品什么的。 前几天,他还送了我一个古墓雕刻的松柏,可以说是微妙微笑。 张显宗说完,我没有说话,直接开车,来到风水协会。 刚将车子停稳,另外一辆黑色的奔驰,也停下来了。 张叔,那个雕刻的松柏在哪里,能不能让我看看。 张显宗听完呵呵一笑,在我车子的后备箱,现在我的公司也在收拾东西。 这些东西,拿过去也是累赘,所以就在车子后备箱。 说着,张显宗从车上下去,然后到前面的黑色车子跟前,让人打开了后备箱。 看到这里,我也下车来到跟前,后备箱打开的那一刻,几道黑丝从里面飞出,直接消失在天地间。 我揉了揉眼睛,那黑丝的速度极快,都让我产生了一种错觉。 不过随着后备箱打开,那些黑丝也不见了踪迹。 看着里面雕刻的松柏,确实是微妙微笑的。 而且每一根松针雕刻的都是极其的逼针。 怎么样?好看吧?送你了。 别人送你的东西,你送给我,我还不好意思收呢。 你自己留着吧,摆到你办公桌上。 张显宗将松柏的摆台拿出来,直接推给我。 这东西,你留着给你的人吧,我留着确实没用。 浪荡了一天,我晚上还有一个局,所以就不在这里和你浪费时间,先撤了。 张显宗离开,我看着手里的摆箭。 也是无语得很啊。 第712章 周 上到协会,我将摆箭放在了我的办公桌上,然后到后厨找到陆安,让他帮我煮一碗面。 毕竟到了晚上,我还是要去杂货铺的。 现在习梦还在密室里面闭关,我也没有去打扰他。 坐在办公桌跟前,我就开始看电脑上面的邮件。 很快,陆安就送前来一碗面,我放在面前一边吃一遍看各地发来的邮件,其实都不是什么重要的事情,也就是一些协会的小事,他们都能处理得了。 不过,纵使我小心翼翼,还是打翻了旁边的碗筷,剩下的面汤,什么的,直接洒了一桌子,我就赶紧用纸来擦。 不过在擦到摆箭的时候,之前我是没有发现,现在竟然让我发现,这个摆箭的座台地方,刻画着一些奇怪的符文。 看到这里,我直接将摆台拿起来,然后放到面前来看,结果发现,上面刻画的,确实是一些符文,而且还不识一道符文。 我将摆台反过来,看到底座上面,还有一道奇怪的符咒。 这道符咒,我也没有见过,普通的道家符咒,都是以赤灵为一,但是在这道符咒,看上去就像是梵文,但是梵文我也认识几个,根本就不是这个样子。 总之这个符文,让我看上去,有一种极不舒服的样子。 李红,听到我的交换,李红从旁边的桌子过来,看到我的样子,也是一脸的疑惑。 我看了李红一眼,然后指了指这摆箭座台下面的符咒。 李红看到以后也是好奇,然后接过摆台,看着下面的符咒,结果也是眉头紧皱,看不出什么所以然。 前段时间,你在研究符咒,这个符咒,你认识不? 听到我的声音,李红看着座台下面刻画的符咒,然后也不说话。 总感觉在什么书上见过,但是一时想不起来了,你让我去翻翻书。 李红放下手里的摆台,然后就去他的办公桌跟前翻找了。 我看了一眼,也没有说什么,这道符咒看上去像一道完整的符咒,但是要是拆开单独看,就是符文了。 我看了看这个摆台,然后直接拿着离开了。 来到杂货铺之后,我双手掐绝,直接将鬼祖召唤了过来,现在有些事情需要鬼祖去帮我跑一趟。 老大,如花姐走了以后,你就不断地折磨我。 说吧,有什么事情,难不成需要我帮你暖床吗? 这个任务一般都是如花姐的,我可不敢抢。 听到鬼祖这样说,我手里浮尘出现,直接挥扫了出去。 他是鬼祖,实力强悍,我下手也有分寸,所以鬼祖自然上不到。 别说这些废话,有件事情需要你帮我跑一趟。 说着,我就将地址告诉了鬼祖,他是阴魂,行走起来方便得很,再加上那个地方再适合不过他了。 所以我就守在杂货铺里面等着就行。 鬼祖离开,我在杂货铺里面看着这底座的符咒,也在查找一些资料,看看能不能得到一些有用的东西。 这东西,是那房东交给张显宗的,要不是张显宗公司搬东西,这个东西,还真落不到我的手里。 而且,这刻画的符咒说真的,真的是隐藏的极深,要不是我意外发现,还真的发现不了这个东西。 那房东是做工艺品的,不知道是专门针对了张显宗,还是说每个工艺品上面都有这样的符咒。 而且这个符咒给我的感觉并不像是表面这么简单。 想到这里,我双手掐绝,然后将漩涡召唤出来。 这个摆台上面的符咒,你认不认识?你存在的时间应该比罗飞还长,所以有些东西应该清楚,你帮我看看。 说着,我将手里的摆台扔进漩涡。 呦,这个东西,好多年没见过了。 听到这里,我坐在柜台里面看着那漩涡,等着他的下一句话。 这是什么符咒? 我说完,那漩涡也没有开口。 半想之后,漩涡之中传来声音。 很古老的一种符咒了。 玄学界关于这个记载不多,就算是在鬼市,关于这样的符咒记载也不是很多。 没想到这样的符咒,竟然还能遇到。 我也是疑惑。 你胳膊的上的阴法古咒,也是古老咒术的一种。 这道符咒,虽然也是古老的符咒,但是还没有你胳膊上的阴法古咒厉害。 我很好奇,这个摆台,你是从什么人手里得到的? 不过在这里,我要警告你一句,这个摆台的主人,下次遇到,不管是俗人还是玄学界的人,直接杀了。 杀了? 我也是震惊,这个符咒而已,只要弄清楚是怎么回事就可以了。 而且,风水界的风水师,是不能染指世俗界的。 这是众所周知的事情。 现在只是因为,符咒就要我去杀人,未免有些太武断了吧。 你还没有告诉我这个符咒,到底是怎么回事? 现在就要我杀了这个东西的主人,未免太残忍了一些吧。 呵呵呵呵。 漩涡之中,传来音效的声音。 残忍? 漩涡之中传来质问的口气。 你要觉得残忍,可以不杀,不过丑话说在前面,现在一时不忍,以后你会看到更残忍的。 我眉头紧皱,坐在椅子上没有说话,只是静静地看着门外。 一道符咒,引发出来一个古老咒术。 这个事情,我还是第一次遇到。 那这个符咒,到底是什么东西? 这不是符,是咒。 我也是一愣。 咒。 咒术都是以掐绝和咒语为主。 现在这以符文出现的咒术,这也是我第一次听到。 咒术本不能用符文来成咒的,但是在这个古族之中,却被制作了出来,让咒术以符文的形式呈现,用来混淆视听。 几乎所有人看到这个,都认为它是符咒。 我坐在柜台里面,想着这件事情,看着进进出出的小鬼,也不知道过了多久,就看到鬼祖一身狼狈地回来。 而且看样子,还受了伤。 怎么回事? 不是说让你去帮我看房子了吗? 怎么这么狼狈? 鬼祖也是一脸委屈的表情看着我。 出什么事了? 老大,你怎么不早说那房子里面有恶鬼镇守,害得我没有任何防备就进去,结果被打成了这个B样? 我皱着眉头,看了一眼鬼祖。 厉鬼镇守? 怎么回事? 我也想知道怎么回事。 我一进去,一阵寒气袭来,接着就出来了三头恶鬼。 不由分说,就朝我扑过来。 第713章,巴林古族。 要说这些恶鬼,也不是我一介鬼祖害怕的东西。 可是这三个东西,我都没有见过。 在地府的时候我没有见过。 游荡世界的时候我也没有见过,鬼事就更不用说了。 这三只恶鬼的实力虽然不怎样,但是借助那房子的地势,倒是把我困住了。 除了这恶鬼,竟然还有一个倒是,一个倒是三个鬼,把我是压着打啊。 上次就龙脉的时候,和日本那群人动手。 无奈之下,让我退了一层鬼皮。 到现在,我的伤都还没有恢复。 如花姐姐回到了地府,说是有事。 其实还不是上次你入魔的时候,把她打伤了。 再加上她,和那老皮肤战斗,恐怕比我也好不了多少。 现在那里面的情况,你都不告诉我。 害得我继续受伤。 听着鬼祖委屈巴巴地说完,我也不好意思在说什么。 上次龙脉的事情,到现在我也忘不掉。 我有龙气加深,恢复的速度自然不慢。 但是鬼祖和如花,他们两个是阴魂,自然不能用龙脉来恢复修为和伤势。 所以,回来没多久,如花就返回了地府。 至于鬼祖,我也没有去限制她的自由。 只是今天晚上,想让她帮我跑一趟,看看到底是什么情况。 但是没想到,竟然会是这样的情况。 古族咒术,将咒术转化成了符文。 我看了看自己的左胳膊。 如果这样说的话,可能大祭司知道一些事情。 我看了一眼鬼祖,让他回去继续恢复伤势了。 鬼祖走后,我看着桌子上的摆台,然后手里开始掐绝,催动我胳膊上的阴法鼓咒。 没多久,一道红色的身影出现,站在了杂货铺的门口。 大祭司! 有一件事情,我想寻求一下。 说着,我将桌子上的摆台反过来,大祭司走进来,看着我手里的摆台。 不过在看到摆台下面的皱纹之后,也是眉头一条,微微皱起。 大祭司认识这个皱吗? 听到我的询问,这大祭司看了我一眼,然后坐在了八仙桌跟前。 认识。 八灵古族之一,英灵的皱纹。 听到这里,我倒是疑惑了。 八灵古族? 这是,大祭司看着我,呵呵一笑,然后叹了一口。 这些还不是你能知道的。 等到你能知道的时候,自然会知道。 当年英灵族被灭,逃走了两条漏网之鱼,没想到现在又出现了。 对于你的身份,你知道多少? 听到大祭司突然这么问,我也是一副猛逼的状态。 之前初见大祭司的时候,他就说我是他的先知圣人,但是当我看到他守护的棺材之后,也是吓了一跳。 因为里面,躺着的人和我长得一模一样,唯一的区别就是,少了一跳左臂。 加上后来,我身上的阴法鼓咒发作,这大祭司也说过,我是他乌灵族的人。 只是对于我的身世,我也是一副茫然态度。 这一世,我是爸妈的儿子。 但是上一世呢,或许真如这大祭司所说,是乌灵族的人。 看到我不说话,这大祭司也不着急,接着就是一笑。 算了,也不问你了。 实际一道,你会知道你的身份,现在你上清静的实力,还是太弱了。 身为我乌灵族的先知圣人,怎么可能没有保命的手段。 大祭司说完,玉手一抬,直接朝我抓来。 接着我整个身子不听使欢,直接飞了过去,被大祭司直接抓在手里。 结果这大祭司伸出一根手指,顿时红色的之间突出三寸多长,而且看上去还锋利无比,直接扎在我的眉心。 顿时,阵阵冰凉之感传入我的脑子里面,给我的感觉,像是有什么东西不断注入我的脑海。 而且下一刻,我也是感到了脑子剧烈的疼痛。 等我有所缓和,睁开眼睛的时候,大祭司站在杂货铺的门口,静静地看着外面的天地。 我乌灵族,不需要借助外物,一手法咒,足以扭转乾坤。 现在我乌灵族进半的法咒都传给你了。 以你现在的实力,连续使用百道法咒不在话下,不过也是你的极限所在。 要是真的遇到了太清静的修士,五十道法咒之下,对方必死。 听到这里,我也是尴尬的一笑。 怎么?你不信? 不不不。 我赶紧开口解释,太清静地修士实力几何,我还不清楚。 以我上清静的实力,去对抗,多少还是有些弱机。 大祭司看着我,也是一笑。 既然如此,那你就可以找个太清静的试试。 大祭司说完之后,就离开了。 我坐在柜台里面,捋了捋脑海里面的东西。 之前我所能掌握的法咒,只有师父传给我的一招,不仅需要念咒,而且还需要掐绝,施展的时间很长。 但是大祭司传给我的法咒,只需要咒语就可以催动。 而且速度极快,我想了一下,直接催动法咒,手里一道咒印掐完,顿时外面一道惊雷落下,直接披在了杂货铺的门口,顿时就是一个深坑。 看到这里,我直接咽了一口唾沫。 刚才法咒落下的同时,我体内的元气也随之流失。 以我体内现在储存的元气,再加上这样的消耗速度,130到法咒才是我的极限。 如果这样的话,那我对上太清静的修饰,有八成的把握,能压制着对方打。 如果是当初遇到日本的那位太清,我相信,以我现在的实力,绝对可以吊打对方。 巫灵族,八灵古族。 虽然我很想知道这里面的关系,但是大祭司说得对,等到时机到了,我自然能知道这其中的隐秘,只是现在不适合我知道这些而已。 不过,看到桌子上的摆台之后,最重要的一点大祭司并没有告诉我。 那就是,这摆台上面的皱纹,到底是几个意思?这个我到现在都还没有弄清楚。 看着摆台,我将其收到了手掌之中。 守着杂货铺到早上七点,我才关门。 不过刚把门给锁好,准备离开的时候,李红的电话就打来了。 肖武,那个摆台上面的符文我找到了,根据书籍上面的记载,是一种招财尽宝的符文。 听到李红这样说,我N了一声,然后就挂了电话,他说是什么就是什么吧? 大祭司和李红的话,我还是相信大祭司的。 这摆台下面的符文,绝对不是普通人可以刻画的。 第714章,一个人进去。 我刚上车,准备启动车子去协会的时候,接到了张显宗打来的电话。 肖武,那个房东给我打电话了,说是姓孟的不买房子了,问问我们有没有异想。 听到这里我想了一下,昨晚上的情况,我虽然没有亲身经历,但是鬼祖是没有理由骗我的。 要是有恶鬼镇守倒也罢了。 但是现在,这房子里面竟然还有倒是镇守,这就让我有些想不通了。 大祭司说了,那工艺品上面刻画的咒纹,是巴林古族英灵族的咒纹,再加上漩涡告诉我的,这咒纹只有特定的,一些人才能制作出来。 所以,大祭司还有漩涡,他们两者说的这些,基本上都是吻合的。 你先去我协会里面,我也有些事情要和你说。 你给对方回复,就说,你考虑一下,中午之前给他答复。 挂了电话,我启动车子,就往协会那边赶。 来到协会的时候,张显宗已经在等候了。 那房子姓梦的,不是要买吗?怎么又不要了? 听我询问,张显宗也是苦笑一声,然后开口。 我也是今天早上才知道,姓梦的秘书给我打电话,说是昨晚上,姓梦的,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竟然跳楼了。 我也是一愣,跳楼了? 昨天看姓梦的,也是一副小人得志的嘴脸,怎么一晚上的时间就跳楼了? 事情发展的,也未免太突然了吧。 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也是一脸的猛逼。 而且他跳楼的地方的你都猜想,不倒是哪里。 张显宗这样一说,顿时我就有一种不好的预感。 不会是他要买的房子那里吧? 张显宗呵呵一笑,然后点点头。 刚才和姓梦的秘书通话的时候,我了解了一下,早上六点的时候,他们和那房东联系,说要签订合同。 就算是将房子放在这里,也能升值,所以早早地就说,要签订合同。 他们两个和房东在房子里面转了一圈,就准备要签订合同的时候出事了。 这姓梦的上到顶楼,直接就跳了下去。 他秘书说,当时姓梦的是笑着跳下去的,就和中邪了一样。 那房东兴许也是看到姓梦的死了,然后房子出不去了,所以就给我打电话。 挂了电话之后,我就给你打了电话。 姓梦的早不死晚不死,这个时候死了。 而且还是在那闹鬼的房子上面跳下去的,这一点也是让我一阵诧异。 我看着张显宗,开口说道,这个房子,你还准备要不要? 被我这样一问,张显宗想了一下,然后也是猛地摇头。 我还是留着这条命吧,现在还有一个月的时间给我准备,实在不行就把公司拆开,重新找适合办公的地方。 宁愿繁琐一点,我也得把小命保住才行,我俩的孩子还那么小。 我点点头,这样,是最好的办法了。 你能这样想是好的,但是怕就怕再有些东西,已经缠上你了。 昨天姓梦的说,要买下这个房子,今天就出事了,还好你没有当即,做决定去抢过来,否则出事的,很可能就是你了。 昨天晚上,我让人去查了一下,那房子里面确实不干净,就算是买下,十天半个月的,我也未必能给你清理干净。 至于里面有什么,你应该懂得,所以我也就不多说了。 那我现在就告诉对方,这房子,我们不要了。 张显宗说完,正要打电话的时候,被我拦住了。 先别着急,你想我想一下,这栋房子,虽然张显宗不要了,但是不代表以后没人要。 只要有人要,就一定会出事。 而且我感觉这背后的事情绝对不简单,并不能因为张显宗不要了,我就不管了。 只要是灵异事件,我都要管一管。 要是不危及别人性命,说什么就是什么。 但是现在已经危及到别人性命了,我就不得不管了。 昨晚鬼祖说,里面除了三只恶鬼之外,还有一个倒是镇守。 昨天我去的时候,并没有发现什么异常,所以今天,我想仔细地去看一下。 如果里面真的是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我自然不可能留着。 这样,你告诉对方,就说,现在想去再看一下房子,完了再决定要不要房子。 张显宗听完之后,按照我说的,给对方去了一个电话,说要去看房子。 是的,但是没有想到的是,对方直接拒绝了。 看到这里,我也是一阵猛逼,昨天要看房子的时候,对方是很爽快地就答应了。 但是今天,竟然直接拒绝了,让我觉得,对方像是在刻意隐瞒什么一样。 张显宗看着我,我也没有说话,只是想了一下。 走,这件事情绝对有蹊跷,我们进不到里面看,就在外面看看。 如果我有把握清理里面的东西,这个房子你就买下。 如果我也没有把握这个房子,就不要买,免得后患无穷。 我和张显宗赶到这里的时候,地上还有没有清理干净的屑子。 十层楼的高度,比起周围的大厦来说,并不算什么。 而且周围的建筑,都是紧挨着的。 我从车上下来,趴在玻璃门上看了两眼,发现并没有什么异常。 但是却有阵阵阴风从门缝之中吹出。 在没有人注视的情况下,我手里罗潘仪出现,结果都不用掐绝。 罗潘仪上面的铜勺,直接指向了房子里面。 接着,我手里一道黄符出现,我从门缝将黄符塞了进去。 但是下一刻,黄符直接就变颜色了。 只有在吉阴之地,这黄符才会变成其他颜色。 但是没想到在这里,黄符也能变色。 昨天来的时候,还没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围着这楼房,我转了一圈,然后返回到车上。 怎么样了?有什么发现? 张显宗开口询问,我摇摇头。 里面阴气很重,已经赶得上吉阴之地了。 阳气重的人进去,轻则都是,看到幻境,重则阴气入体。 不过这两种情况,都会有一个结果,那就是死。 普通人进去,绝对是死路一条。 今天早上姓梦的死,绝对与这里脱不了干系。 现在时间还早,里面阴气这么重,那么现在进去,绝对能发现一些线索。 你的意思是,我们想办法进去。 张显宗开口,要是这样的话,我再给他打个电话。 先不用,这次我一个人进去,你也不要打电话,这样的话会惊动对方的。 第715章,恶鬼,听我说完,张显宗一脸疑惑地看着我。 你一个人进去,你怎么进去? 这周围都是人,你不会是窍门溜索进去吧? 顿时,我就觉得无语了。 这怎么能说是窍门溜索呢? 放心,我自有办法。 我开口说道,不过你也要小心,不要让那房东看到你。 我怕我进去之后,你在外面生什么变故,到时候事情不妙,你就开车离开,不用等我。 张显宗还想说什么的时候,我直接就下车了,这次我没有直接过去。 而是进了旁边的一栋楼上,两栋楼相邻得很近,所以我决定从顶层下去。 从旁边的楼,到闹鬼的楼之间,也就三米的间隔。 对我来说不算什么,我自然能跳过去。 落到房顶上面的时候,我就感觉到周围有一股力量波动。 而且,就在这栋楼里面,我从天台下到楼里,整个楼房里面都是阴的。 而且还有一股让我心悸的感觉。 我手里风水硬出现,直接镇压冲我而来的阴魂。 还好整栋楼只有十层的高度,否则的话我一趟找下去,真不知道要耗费到什么时候。 现在,我只能一层楼一层楼地找了,所以搜寻每一层的时候, 我都是格外的小心。 鬼祖说了,这里面还有三只恶鬼。 除了三只恶鬼之外,还有一个倒是在。 我现在要做的,就是在不惊动他们的情况下,弄清楚这里面的情况。 来到五层的时候,周围的气场再次一变,弄得我也是一头雾水。 从天台下来,每一层的气场都不一样。 上面五层我感觉得到,虽然气场不同,但是,都是一样的。 但是站在五层的时候,周围的气场瞬间就变了。 要是上面五层的气场是顺的,那么这第五层的气场,就是腻的了。 我看着手里的罗盘仪,上面的铜勺也在摇摆不定。 我眉头一皱,顿时感觉身后有东西。 一张灭音符,直接飞了后去。 结果等我转身的时候,什么都没有。 看着身后空荡阴暗的楼道,刚才我的感觉,绝对没有错。 就在我出神沉思这个事情的时候,一道阴寒之气,直接从我身后传来,来不及我做思考。 一道阴寒的气浪,就排在了我的身上。 不过对方还没有近身,我身上,就是一道金光弥漫。 直接阻挡了那道阴寒之气。 不过就算如此,我也没能好过。 整个人飞了出去,直接趴在地上。 而我身上的龙气也显现出来,直接护住我的肉身,一条金色的游龙围着我身体四周游走。 我从地上爬起来,看着面前的那道黑色身影,几乎是占据了整个楼道。 身高也有两米多高,浑身漆黑,身上穿着破布烂衫的。 而且在他的身体四周,阴气环绕,要是普通人靠近,当下就会被阴气入体。 对方看着我,直接冲了过来,丝毫不给我任何反击的机会,可以说是招招想要我的命。 要不是我有龙气护身,恐怕刚才那一下,我也会吃不了兜着走的。 我将脸上的冰霜抹掉,然后运转体内的弓法力量,将入体的阴寒之气驱散。 有龙气的加持,几乎也只是片刻。 那些阴寒之气,就被我驱逐体内。 我双手掐绝,直接两道硬绝,一道法咒,就被我施展了出来。 奔雷咒! 一道亮光闪过,一道雷击直接打在那恶鬼的身上,顿时那恶鬼身上,雷光弥漫地,躺在地上不断地抽出。 破雷咒! 接着又是一道亮光闪过,直接劈在了那恶鬼的身上,顿时那恶鬼就没有了动静。 看到这里,我寄出风水印,直接将其镇压在其中,这恶鬼转化成的麦气可是很庞大的一个数字。 虽然现在麦气对我而言已经没有多少作用,但是对于协会的人,作用还是蛮大的。 鬼祖说得不错,这里面看来真的有恶鬼出现。 鬼祖的实力在太清左右,上次被逼的褪皮,现在实力顶多就是在上清巅峰,面对这样的恶鬼。 要是一只的话还好说,要是面对三只恶鬼和一个道士,能逃出去,也算是鬼祖的本事了。 现在,因为这里的动静,恐怕已经惊扰到对方了。 在五楼停留了一会,并没有发现什么有用的东西。 一直来到一楼大厅,我都没有发现什么有用的。 而且每一层我都认真找过,还是没有任何发现。 现在我也在疑惑,如果这里面确实有东西,那么它们藏在什么地方? 从上面到下面,我都认真查了。 除了在五楼遇到的一个恶鬼之外,也并没有其他发现。 各个房间的门,虽然是锁着的,但是我想知道,里面有没有阴魂和人。 这也是难不倒我的,可是偏偏这样,就越是找不到问题的所在。 至于电梯也是停运的,里面也根本不可能藏人。 想到这里,我直接掐决,重新召唤鬼祖了。 鬼祖出现,看到这里的情况之后,也是吓了一跳。 老大,以后来这个地方,能不能提前说一声? 感受一下,那些恶鬼所在的位置。 我也没有和鬼祖废话,鬼气相同,鬼祖虽然不是恶鬼, 但是他的鬼气比恶鬼不差什么,所以能感受到恶鬼鬼气的存在。 不过还没有等鬼祖去感受,整个大厅里面顿时阴气弥漫开来, 就像是舞台上面的白烟一眼,几乎是几个呼吸,四周就变成了黑蒙蒙的一片。 随处可见的,就是阴气。 除了这些阴气,四周还有阴寒之气。 来了,为什么我来到这里,那些恶鬼不出来,鬼祖一来,这些恶鬼就出来了。 难不成他们感受到了鬼祖身上的鬼气,也是出来收拾他的。 想到这里,我让鬼祖赶紧离开。 如果这些恶鬼,还有那背后的道士,真的是针对鬼祖的话。 那么,鬼祖留在这里,只会有危险。 鬼祖离开,我双手掐绝,手里风水印记出,不管它有多少阴气,我都能镇压多少。 很快,那两只恶鬼的身影显现出来,就躲在阴气之后,我手里两枚道门逃浮出现,直接击射了出去。 谁知对方两只阴魂也是一躲,直接躲开了我的逃浮。 对于他们,两个我也没有客气,手里法咒直接伺候。 结果十几分钟之后,他们狼狈逃走,直接朝着楼上跑去,我跟在后面追赶。 结果到了五楼之后,对方就消失不见。 我手里罗攀一出现,结果上面的铜勺左右摇摆不定,我也是眉头一皱。 第716章,道友真是顽皮,又是五楼。 我闭眼感受了一下,五楼的气场比我进来的时候,又乱了几分。 可以说,五楼的气场是所有楼层中最乱的了。 想到这里,我手里一张黄符出现。 破阵符。 念完咒语,我手里破阵符甩出。 但是下一刻看到我是目瞪口呆。 眼睁睁地看着这张破阵符掉在地上,然后没有一点反应。 我捡起地上破阵符,也是有些哭笑不得。 如果这楼里面有阵法,再破阵符就能破开阵法。 但是现在这破阵符没有起作用,就说明这楼里面不存在阵法。 如果没有阵法,那这五楼的情况又怎么说? 整栋楼就这五楼最为特殊。 看来想要弄清楚这件事情的起末,还是得在五楼寻找答案。 只是这五楼上下都是空的。 就算想藏人,空间也就这么大,根本不可能藏人啊。 或者说,是我忽略了什么。 想到这里,我看向旁边房间的门,然后一间一间地给他推开。 里面都是一些杂物,或者是办公的桌子什么的。 寻找了大半,基本上每个房间里面都是杂物。 看着楼到另外一边,还有几个房间。 我想了想,想要继续的时候,张显宗的电话打了过来。 小五,刚才那房东从一楼出来了,你有没有发现? 听到这里,我直接冲到楼下,结果一切正常。 只不过一楼的大门原本是从里面锁的,现在变成了从外面锁的。 我皱着眉头,刚才我在楼上的时候,并没有注意到楼下的情况。 看到这里,我准备挪不到门口的时候,下一刻,我就站住了身子。 等我回头看去的时候,在楼梯口处站着一人,穿着随意。 只不过手里拿着一把浮尘,看上去颇有一副先锋倒鼓的模样。 看着我转身,这老到脸上挂着微笑,一脸温和地看着我。 不过,看着他的样子,我就知道事情没有这么简单。 也是看着无害的东西,对人的伤害往往是最大的。 常在海边游玩的人应该知道,海边有时候会漂浮起海蜇。 这些软软的,滑溜溜的东西,看上去对人好像并没有什么伤害。 但是实际上对人的伤害是很大的。 要是有的人看着对方可爱,想去抓一下。 那么等你触碰的时候,你就后悔了。 因为海蜇蜇一下的疼痛感,足以让你当初哭喊出来。 所以这个倒是,给我的感觉并不是安全的。 就像螳螂身后的麻雀,或许在我刚进来的时候,就已经被他注射到了。 这位道友不请自来,不知道有何贵干。 那倒是开口,接着在我的四周,无数阴魂恶鬼出现。 对我则是一副虎视眈眈的样子。 看样子,只要我敢动,他们就会相拥而上。 看到这些阴魂恶鬼,我也是冷笑一声。 现在对于太清静的修士,我都不惧,更别说,这些阴魂了。 一道雷法下来,就能让他们全部魂飞湮灭,再不济,也能让他们重创。 围在我周围的阴魂恶鬼不守。 看来昨天晚上,鬼祖见识到的东西,也只是皮毛了。 现在对方真正等候的人,貌似是我这个正主了。 要是风水印镇压了这些阴魂恶鬼,转化而来的脉气,也是一个不小的数字了。 正邪对立,身为风水师,在遇到这些灵异事件,自然是要来看看的。 这位道长在这里,而且还能操控得了这么多的恶鬼,看来也不是什么善查了。 我是不是可以认为,你是邪道呢? 喝,喝,喝,喝。 我话音刚落,对方就呵呵笑了起来。 道友还真是顽皮啊。 不过不管怎么说,今天你是出不去了。 你能不请自来,看来多少已经发现了这楼的秘密。 所以我,自然不可能让你出去。 听到这里,我也呵呵笑了起来。 你是想仗着你太亲近的实力,对付我这个上亲近吗? 不妨我也告诉你,其实想对我出手的人也有很多,不过他们个个的下场都比我惨。 所以你要失算了,就算你是太亲近,我也自食实力,就算打不过你,你也要不了我的命。 至于你召唤来的这些恶鬼吗? 终将要为我所用了。 我话音还未落下,就是几道惊雷凭空落下,接着一方应洗飞出,镇压之力覆盖。 看到瞬间落下的雷咒,这老道也是一改常态,直接变得面目争鸣起来。 看着他冰冷的眼神,我也是冷哼一声,手里硬绝不断,全部加持在风水印上。 刚才我一连催动三道法咒,直接重创了在场的所有恶鬼,几乎是让他们来不及反应,就被风水印给镇压了。 就算是恶鬼又怎样,在雷伐法咒之下,也是要重伤的。 一道法咒,就是太亲近的修饰,遇上也要忌惮三分,更别说其他东西了。 随着实力的提升,法咒的威力也会跟着提升,所以,对这太亲近的道士,我还真的没有放在眼里。 不过,下一刻,这老道就朝我冲了过来,我手里浮沉出现,同样一甩而出,直接挥打出去,就这样,我们两个牛打到了一起。 法咒的施展,现在,虽然对我来说,不用耗费时间了,但是是需要远距离施展的,要是对方近身,我根本就施展不开,这也是法咒的弊端。 不过就算是近身,我也未必怕他,我身上有龙气护体,对方要是下重手,护身龙气也会抵消不守。 所以,就算是打在我的身上,也不会对我造成致命伤。 可以说,对方出手,就是想要我的命。 老道,就算想要我的命,也得让我知道,我自己犯了什么错吧。 你这样对我出手,这都好大意会了,都没有拿下我,不如我们歇歇吧。 说不定,我们还能走到一条路上面,多个朋友,比多个敌人强吧。 呸,少在这里谣言获重。 你发现我的秘密,就是死路一条,再加上你得罪的人不少,我更留你不得,所以,你还是死吧。 你以为这大班会,我没有拿下,你是我实力不借,你太小看我了。 小娃娃,你还嫩着呢,现在看我如何要了你的命。 说着,对方手里也开始掐卷,有了这个空荡,我直接后退几步,手里掐出一道咒印,接着一道法咒从我手中击射而出。 砰的一声,对方手里也有一道法咒击射出来,看到两道力量相撞,气浪向四周飞奔,也好在这里被老大下了封闭阵,否则的话,周围的玻璃全部都得变成碎渣。 第717章,拼死镇压你。 我退后几步,那老道站在原地,手里还在不断翻转,看到他的样子,就想到我之前的样子,师父传给我一道法咒,想要催动,必须要掐咒,否则的话,根本不行。 至于威力也还可以,但是毕竟,如果对方想要打断你的话,也是很简单的。 但是昨天晚上,大祭司传给我不少法咒,而且只需要一个咒印,就能催动。 不知道是大祭司的法咒特殊,还是因为其他原因,或者说是因为我胳膊上的阴法鼓咒,根本就不用复杂的咒印来催动。 就在我愣神的时候,对方一道法咒再次打出,我侧身一躲,手里浮沉一挥,直接退后几步。 去死吧! 对方狂吼一声,手里出现一把黑刀,直接朝我捅了过来,我收起浮沉,手里汗剑出现,体内的元气疯狂地运到手里的汗剑之上,顿时汗剑剑刃,寒光闪闪。 须不崩剑! 那老道看着我,直接退后,不过还是晚了一步,漫天寒光从四面八方洗卷来。 看着那老到狼狈的样子,身上的衣服已经和叫花子无异了。 我站在原地,擦掉嘴角的穴子,刚才他那一道法咒,虽然没有直接打在我的身上,但是也让我受了伤,对方想要我的命,我自然要他付出代价。 对方用手一摸脸,看着他手里的鲜血,对方也是怒不可及。 你和武当什么关系? 对方的言语略显缓和,我只是冷笑一声。 刚才我所用的,正是武当太极剑中的一招,虚不崩剑。 不过也好在他躲得快,否则的话,他比我还狼狈。 你管我是什么关系,今天你必死。 说着,我也没有客气,手里掐了一道咒印,然后直接一手法咒落下,周围是他布置的封闭阵,所以,我用的也是德心应手。 看着一道接着一道法咒落下,对方也是左右躲闪,几个回合下来,也是口吐鲜血。 然后想要近身和我对战,不过我不可能给他这个机会,只要他靠近,我就会直接躲避开来。 小子,你还不能杀我,要是让武当知道,你对我出手,不管你和武当什么关系,明亲子绝对不会放过你。 还有,明亲子想要的宝盒还在我手里,他想要得到这个宝盒,就得听我的要求。 你在武当看来,也不是无名之辈,不得不服。 你得实力,却是让我意外。 不过就算是明亲子见到我,也得理让三分。 我不想与你为难,就此罢手,我们各自安好,否则我就是拼得重伤,也能将你镇压。 我还不想,和武当翻脸,所以你也别逼我。 这倒是说完,我呵呵一笑,并没有理会他,手里元气聚集,直接一拳挥出,喷的一声。 嗨嗨。 我咳嗽两声,嘴里一口闷血喷了出来。 那老道站在原地未动,手里多了一物,刚才就在我要一拳轰击到他胸口的时候,对方直接拿出一个红色的东西,接着我就倒飞了出去,直接撞在了墙上。 看着他手里的红色盒子,我也是震惊。 这盒子,我不是没有见过,正是因为见过,而且还特别的熟悉,所以我才会震惊。 怎么样,我说过,就算我拼得重伤,也能镇压你。 对方说完,我眼睛还是放在那红色盒子上面,这盒子已经被破了封印,现在煞气喷涌出,浓郁的那叫一个不像话。 当时我手里有三个一模一样的宝盒,不过最终被白琉璃全部拿走。 除此之外,白琉璃为了得到这些宝盒,还杀了好几位大能修士。 当时尸体,就在我的杂货铺里面,也是因为那次,我差点丧命。 这样的盒子我现在手里有一个,但是还是封印状态,只是让我想不到的是,这个盒子是破封状态,里面封印的,竟然也是煞气。 当时落在我手里的一个盒子,里面封印的,就是浓郁的煞气。 当时我和如花两个镇压,那时候我实力有限,如花能做到的,也不过是短暂的镇压。 结果煞气我压制不住的时候,就被一个盗士带走了。 到了后来,等我再见到这个盗士的时候,他已经被白琉璃打死了。 而且,尸体当时就扔在我的杂货铺。 现在看到这个盒子,让我瞬间就想到了白琉璃。 这老道,似乎能操控这盒子里面的煞气,只是他是怎么做到的。 我支撑起身子,调动体内的元气,让自己的气血恢复过来。 刚才那一下,不得不说确实很猛,差点就让我翻白眼翻过去。 本来以为胜券在握,没想到对方,还真的是技高一筹。 这就是你所说的宝盒。 里面封印的煞气我见过,不过就凭你,怎么能操控里面的煞气? 对方能操控里面的煞气,这也是我奇怪的地方。 我手里,现在也有一个盒子,之所以一直不敢打开,就是怕封印不住里面的东西。 这些东西,都是带反噬的。 所以一个弄不好,我都要交代进去。 不过我话音刚落,这老到脸上挂着阴邪的笑容。 而且整个眼睛都变得漆黑起来。 看到这一幕,我明白了过来,这里面封印的煞气,根本就不是它一个太清静修饰可以操控的。 如果太清静地修饰能操控,当初如花,也不会只是封印这宝盒一个月的时间了。 刚才对方出手,就是想一击重伤我。 可惜他算错了一点,我身上有龙气护身。 煞气入体。 看到这里,我后退两步,下一刻直接猛地出手,手里的法咒一道接着一道地轰打出去。 不过那老到手里的宝盒煞气喷涌,直接在身前形成一道护照,直接将我的法咒阻挡在外。 雕虫小剑! 今天,就拿你来祭练本尊。 从那老到的嘴里,冒出这么一句,我再次后退。 对方直接一巴掌朝我呼来,我直接伸手反击,结果直接把我拍飞出去。 我整个人倒飞出去,再次撞在墙上。 对方手里的煞气大盛,下一刻还没有等我站起身子准备反驳。 我胳膊上面疼痛感突然传来,这次虽然剧痛,但是却没有之前那样折磨人。 而且在我的左手上,还笼罩着一层红色的光芒。 阴法鼓咒显现出来,那本来要出手的老到,看到我胳膊上的红光,顿时站在了原地不动。 你,你,碰! 还在对方惊叹的时候,那老到像是断了线的风筝,整个人直接倒飞出去,撞在了后面的墙上,然后整个人躺在地上不再动弹。 而在对方之前站立的地方,现在站着一个身材魁梧的男人,身上散发着漆黑的煞气。 接着拿个盒子朝我飞来,还没有等我反应过来,一只御手出现,直接抓住了盒子。 怎么可能,阴法鼓咒怎么还在?先知圣人已经死了,阴法鼓咒也被灭了,怎么现在还存在于世? 那煞气凝聚的男人一脸的不可置信,大祭司站在我旁边,一脸冷笑地看着对方,接着伸手一转,直接将其抓在手里,然后塞到盒子里面,重新封印起来。 自作孽,不可活。 大祭司说完,将红色的盒子扔给了我。 这怎么回事啊?我胳膊上的阴法鼓咒? 这些还不是你能知道的。 大祭司直接打断我的话开口,这些密合之中,封印的都是巴林古族的阴魂,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千万不要动用,以你现在的实力,还很难压制他们。 大祭司看着我,沉默了几秒,然后才离开。 我看着那老道,现在已经彻底昏死过去了。 第七百一十八章,密合重现。 看着躺在地上的老道,我想了一下,直接砍断了他的手脚。 不能说我狠心,刚才他要弄死我的时候,再加上他豢养了那么多的恶鬼,恐怕伤害的人命,也不在少数了。 他被煞气入体,现在三魂七魄受了重疮,我断了他的手脚,他都没有醒来,足以说明这些问题了。 现在我被煞气冲到,刚才那一下,已经让我重伤,所以现在,我也得吐纳麦气,让自己的伤势恢复过来。 几个小时过去,我从吐纳中醒来,看向那老道的时候,对方正用一副惊恐的眼神看着我。 你到底是什么人?这老道现在恨不得杀了我,但是我断了他的手脚,就算站这里让他杀,他也杀不死我,唯一能杀死我的方法就是咬死我。 不过想要咬死我,也是不可能的事情。我深吸一口气,揉了揉胸口,虽然伤势没有完全恢复,但是现在也好了不少。 我站起身子,来到那老道跟前,然后蹲了下来。 想活还是想死,只要你一句话,我都可以满足你。 听到我的话,这老道一副惊恐的眼神看着我,至于他心里,在想什么我不知道。 但是我知道的是,他一定在权衡利弊。就算留着他的命,他断了手脚,以后也对我造不成危害了。 要是想死的话,自然也就简单了。不要以为死了,我就没有手段了。 我也不着急,坐在楼梯上面,等他的回答。 想活,不过,你不可能就这样放过我吧?你想知道什么? 我呵呵一笑,和聪明人交流,就是不用绕弯子。 你和武当的关系,还有你手里饱和的来历,果然,和我猜的一样。 老道开口说道,我知道你了,你应该就是他们议论的那个风水界的人,杀伐果断。 小小年纪就灭了峨眉满门的风水师萧武。 你不觉得,这个时候,自己的话说得有些多了吗? 听到我的质问,对方呵呵笑了起来。 看来我手里的东西,现在都已经落在了你的手里。 我和武当之间,只是交易。 明亲子答应,给我好处,我就将手里的密盒给他。 至于他做什么用我不清楚。 不过我知道,明亲子是来自另外一个地方的。 除了他之外,武当还有一人是来自哪个地方? 我也早知道,自己的下场会是怎样。 这个密盒也是,我在鬼市偶然得到。 鬼市深处,有一算命先生。 那天我去鬼市,也是想寻找突破一截太清的办法。 谁知,在那算命先生门口,捡到了这个盒子。 但是这个盒子上面,还有鲜血。 我饲养恶鬼,增加自身的实力。 当时这个盒子里面,煞气很重。 所以我就据为己有了。 后来不知道怎么回事,被武当的人知道, 说要开条件和我换。 一个月前,武当派人,找我来到常德。 然后给我安排了这个地方。 说是我换养恶鬼。 不能住酒店,就给我安排到了这里。 几天前,武当山来人,说是要带我上武当。 不过当时他的要求,是要我杀一个背叛他们武当的人。 我想了一下,这之中的关系有些乱。 所以就留了一个心眼。 但是见到那个背叛武当的人之后, 发现对方就是一个残废。 后来我也只是,帮武当,将其折磨致死。 问了一些话出来。 在灭对方阴魂的时候, 我将对方的阴魂放走了。 武当山的人可以羡慕杀驴。 我手里有他们的东西。 我也怕到时候,他们会同样对我。 我皱着眉头, 这个故事情节,听着怎么这么熟悉。 不过, 下一刻我突然想到了一个人。 你杀的那个人, 是不是叫万先生? 被我这样一问, 这老道先是一愣, 然后点头。 难怪。 后来, 武当山的那位道士, 就追了出去。 我就留在这里。 只是到现在, 对方都没有回来。 武当山的水很深, 这密盒他们拿不到, 是不会罢休的。 这房子的主人也是武当山的人。 而且, 我还在这房子里面, 发现了一些秘密。 我看着这老道, 本来我以为他也是武当山的。 但是没有想到, 这家伙竟然不是, 这是我失算了。 不过就算如此, 对我而言, 也没有任何坏处。 这房子的主人是武当山的。 那么他把这房子往外出售, 到底是几个意思? 难不成卷钱逃走? 什么秘密? 这房子很诡异, 昨天晚上我感受到有恶鬼来临, 就想着出来收服。 没想到那东西跑得到很快, 今天早上这房子的主人就来找我麻烦, 说是在没有接到武当山命令的时候, 不要让我在这房子里面, 为所欲为。 我坐在台阶上没有说话, 想着这件事的寂寞。 万先生背叛武当山, 将武当山的事情告诉我, 或许武当山早就已经知道, 只是没有对万先生出手。 那是因为, 万先生还有利用的价值。 然后因为这老道的事情, 就让武当山的人前来接待。 与此同时, 武当山再派一个上清静的修士下来, 用来接待这个老道。 顺道也逼供出万先生到底给我说了什么。 武当的最后目的也是很简单。 那就是, 杀了万先生, 然后得到这老道手里的密合。 至于要把这老道请上武当山, 恐怕目的也不简单。 至于万先生, 他本来就是要死的一个人, 就算我放过他, 武当也不会放过他。 那密合现在在你手上。 我看了对方一眼, 没有说话, 现在有一个问题我想不通。 那就是, 武当山的人将其安排在这里, 到底是几个意思? 武当的目的是密合, 现在密合出现, 他们为什么不动手将密合拿到手, 反而还要留在这老道的手里, 或者说, 他们的目的并不是这个密合。 想到这里, 我就有些疑惑。 武当山的人请你来, 应该不是为了这密合吧? 而是为了别的东西是不是? 被我这样一问, 这老道也是一愣。 看着他的样子, 我就知道, 这老东西, 还是不说实话。 这密合里面的煞气, 不得不说, 确实很强烈。 而且, 我听如花说过, 每个密合之中封印的东西都不一样, 这个密合当时是被白琉璃带走的。 现在又出现在这老道的手里, 看样子, 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 从最开始的时机对我出手, 然后又牵扯出来武当, 再接着就是白琉璃露出真面目, 从我手里抢走密合, 这一切似乎都是有人在后面安排一样。 第719章 审问 现在我有些想不通, 这之中的联系到底是什么? 武当记起权是劳山的上英大人, 或许这是很久之前埋下的暗手, 但是武当的大能修士不少, 而且从武当创立以来, 修为高深的修士应该不少。 俄眉当时被我屠杀的时候, 还有一些不问世事的上清静修士出手阻拦, 武当好歹也是道教门派, 身后不可能没有这些。 因为记起权的死, 明清子这个太清静的修士不也出来了吗? 记起权是劳山的上英, 不可能带领整个武当都成为了石鸡的奴隶吧? 这明清子可是太清静, 可是现在的问题是, 这武当山似乎都已经成为了石鸡的收响。 而且到现在, 我都还不清楚石鸡到底是何许人。 我看着躺在地上的老道, 他说的这些话, 现在可以确定都是假的了。 至于他的目的, 应该就是将我的思路打乱。 既然你不珍惜机会, 我也没有必要留着你了。 说着, 我手里寒光一闪, 在看到对方人头落地的同时, 对方三魂七魄, 瞬间离体想要逃窜。 不过, 我敢杀他就已经做好了准备, 收回风水印。 至于这阴魂, 等回到协会之中, 我自然有办法逼迫他说出一些事情。 武当山的计谋, 比我想的还要高深。 现在, 让我也分不清, 他们到底要做什么。 至于死掉的这个人, 恐怕也是武当山的道士了。 他手里有蜜合, 这蜜合又是白琉璃带走的, 看来白琉璃和武当之间, 也逃脱不了关系了。 白琉璃是杰太清, 要是现在遇上, 我也未必是他的对手。 所以, 我还得继续提升自己的实力。 最起码, 在下一次遇到白琉璃的时候, 我至少要突破到太清境才可以。 这样的话, 我才有自保之力。 现在这蜜合再次落在我的手里, 看来白琉璃迟早要知道的。 不过现在的我也不是软柿子了, 想要咬我也得有这个牙口才行。 至于这个房子, 我站在五楼的时候, 感觉到的气场再次增强几分。 如果楼上楼下没有问题, 那就是地下的问题了。 还有那皱纹, 本来在看到这个老道的时候, 我以为是他做的, 但是现在转念一想, 根本不可能是他了。 这个房子背后的主人应该另有他人, 只是现在, 我还不知道问题的所在在哪里。 大祭司不告诉我这些, 现在只能我慢慢去寻找答案。 我总觉得, 在这些问题全部水落石出的时候, 会有一件大事发生。 我将一楼的锁砍开, 直接光明正大的走了出去。 这房子的主人, 看样子也不是一个什么善差。 我回到车上, 张显宗既然睡着了, 我将车子启动, 这家伙就醒了。 你在里面干嘛了? 这么久? 我看了看时间, 也确实是时间不短了。 遇到一些麻烦, 这个房子不要买了, 有大问题。 张显宗看着我, 怎么回事? 我摇摇头, 这里面设计的问题很大, 就是我也不好解决。 你一个烦人更不可能, 所以, 没事好好待着吧。 性梦的死, 并不是因为这房子里面的脏东西, 应该是有人故意让他死的。 故意的? 张显宗也是一脸的疑惑。 我看了他一眼, 一脚油门就往协会赶。 这是什么意思, 我都没有弄懂, 这房东为什么要故意? 而且, 这房子里面到底有什么东西? 你都没有告诉我。 你要是知道里面有什么, 恐怕就不会想知道了。 我现在唯一能确定的是, 只要你敢买下这个房子, 下一个就轮到你了。 就算你有幸躲过一劫, 想要在里面安稳地办公, 想都别想。 其实在里面, 我也在寻找里面的问题所在, 恶鬼被我灭了不少。 但是问题还是没有出现, 我感觉到这栋楼有一股很奇特的气场。 而且想要解决, 牵扯很大, 根本就不是短时间内可以解决的。 而且这个东西牵扯很大, 就算是我, 想要动对方, 都得付出一些代价。 现在, 趁对方没有出手, 我们见好就收就行。 他不对你出手, 我们就当没有这个事。 要是对方对你动手, 我自然不会放过他们。 所以现在, 你的注意, 也不要在这里了。 心梦的虽然死了, 但是对你来说, 绝对是一个前车之剑。 我说完之后, 张显宗也不说话了。 回到风水协会, 我们两个就分道扬镳了, 现在我还需要审问那老道的阴魂, 所以就没有留张显宗。 来到协会, 我准备直接去密室审问老道的时候, 看到李红他们一个个的都是面色凝重。 出什么事了? 李红看了我一眼, 没有说话, 只是从桌子上面拿起一张白纸给我。 我伸手一射, 直接拿在手里, 看着之上的内容, 也是眉头一皱。 这群外国佬, 还真的是不死心啊。 上次死了那么多人, 现在又来找事了。 回信告诉他们, 就说落入我手里的东西, 就是我的。 这里是风水界, 不是世俗界, 让他们不要以世俗界的规矩来约束我们。 要是那群外国佬想要避雷针, 就自己靠实力来拿。 对了, 顺便提醒一下他们, 事不过三, 这已经是第三次了。 他们是政治场上的人, 前两次我可以放过他们, 但是这一次, 他们敢伸出胳膊, 伸出多少, 我打断多少。 李红想了想, 然后点点头。 我来到密室, 将四周贴上封闭符之后, 然后将鬼祖给召唤了出来。 老大, 我正在和小红他们双修修炼恢复, 你就召唤我, 到底又有什么重要的事情。 再这样下去, 我都要走火入魔了。 听到鬼祖这样说, 我也是呵呵一笑, 然后寄出风水印。 今天给你个机会, 有仇报仇, 有冤抱怨吧。 昨晚上让你去查, 结果遇到了恶鬼和一个老道, 恶鬼我帮你全部镇压了。 至于那老道的阴魂, 现在还在我手里, 我需要知道一些事情, 要论折磨的手段, 我指服你。 说着, 我就将那老道的阴魂释放出来, 看到这老道的阴魂, 鬼祖看的眼睛都在发亮。 知我者, 老大爷, 想知道什么, 我都给你审问出来。 这老东西, 昨晚上把我折磨得够呛, 今天落在我的手里, 看老子不让舒服舒服。 看着鬼祖要动手, 我坐在旁边看着, 也没有阻拦, 只是看着鬼祖动手。 第七百二十章, 想不到的是, 这老道生前是太清静地修饰, 实力自然超群, 但是死后, 他的阴魂可没有这么大的实力, 顶多就是比厉鬼厉害几分。 你这么折磨我, 算什么本事, 有本事放了我。 听到这里, 我也是冷笑, 放了你。 你觉得可能吗? 就算我放了你。 你有多大的能力, 能逃得出去。 要是你还是人, 或许拼尽全力, 还真的能冲出去。 但是现在, 你只是一道阴魂, 想不受罪, 那就好好交代。 我只想得到我想要的答案, 只要我满意, 你就会安然无恙, 我还能安排你投胎。 我说完之后, 这老道的阴魂, 就开始哈哈大笑起来。 只要你满意, 如果你满意不了, 那我岂不是还会受苦? 老道愤慨地说道, 你别得意, 等到明亲子出手, 你绝对不会像现在这样好过, 甚至比我还惨。 你灭了牢山, 我当时绝对不会放过你的。 看到对方嘴硬得厉害, 我手里一道黄服出现, 直接弹射了出去。 顿时就是对方的惨叫声, 整个密室之中, 也是阴气大盛。 我和鬼祖站在一边, 看着那老道悲惨样子, 这地狱刑罚符, 我是用得颇爽。 而且每一道符咒, 都是一种刑罚, 还是专门对付阴魂的。 几分钟后, 这老大魂体有些不稳, 而且看他的样子, 刚才爽的, 那叫一个不成样子。 还没有等他喘口气, 我手里的刑罚符, 再次飞出一掌。 顿时惨叫声连连, 我坐在旁边, 也当没有听到。 一连十几张符咒下去, 对方终于开口。 你想知道什么? 我都告诉你, 不要再用这种手段了。 我看着手里的黄符, 然后看着对方, 脸上呵呵地音效起来。 刚才嘴巴要是不那么硬, 也不会受这样的罪不是。 而且有一件事情你要清楚, 并不是我想知道什么。 而是你要把你知道的都告诉我。 说吧, 武当山有什么秘密? 见我这样说, 对方眼珠子转了几下, 然后就要开口。 在我这里, 最好不要玩什么花样。 我折磨人的手段还有很多, 不信你可以试试。 老到还没有说话, 就被我打断了。 听我说完, 看了看我。 武当山的秘密, 我也不清楚, 我也只是他们的奴役。 明亲子派我前来, 就是想要我, 暗中要了你的命。 因为你破坏了劳山的计划, 所以他们留不得你。 现在武当山的高层, 都在忙着其他事情, 根本就没有时间来理会你。 否则的话, 你现在也是死无葬身之地了。 我也说过, 武当山背后有大靠山, 除了之前的上阴之外, 武当山之后, 还有一个人, 操控着武当山上下。 我也是其中一员而已。 我看着这老道, 武当山除了记起全这个上阴之外, 还有一个人操控着武当上下。 另外一个人, 是明亲子。 老道的魂魄摇头, 不是, 具体是谁我也不清楚, 但是肯定不是明亲子。 我们都是, 接到密令的。 武当上下, 所有的修士, 都要听从明亲子的号令, 至于明亲子, 直接听命对方。 现在武当上下也都在查一件事情, 等到这件事情落定, 他们就会动手。 到时候, 第一个死的就是你。 武当和时机之间的关系, 你也不是不知道, 劳山被毁, 现在牵扯出来的事情, 已经让武当焦头烂额了。 所以现在的武当, 根本没空搭理你。 听到这里, 我也是一头雾水。 那红色的蜜盒是怎么回事? 你所说的鬼是之行, 恐怕也是假的吧? 老道呵呵笑了起来, 是, 这蜜盒是明亲子给我的, 说是里面封印的东西 可以帮助我提升修为, 想要杀你, 要比面对劫态清还难。 所以武当, 就给我安排到了这里, 只是让我没有想到的是, 这蜜盒之中封印的, 竟然是煞气。 我接连封印了好几天, 才有一些效果。 如果我不封印这个东西, 我就有性命之忧。 明亲子说, 能帮我提升实力, 为的就是让煞气占据我的肉身。 昨天早上, 我压制的紧要关头, 是在压制不住了, 再加上有不长眼的东西过来, 所以我就用他的阴魂来镇压。 只是让我没有想到的是, 你竟然找了进来。 我看了他一眼, 没有说话。 而是沉思了一下, 他的到来, 是接受了明亲子的命令来杀我, 亦或者是明亲子有别的目的。 这个事情, 现在我也算是, 有了一个大概的了解。 不过, 还有一件事情, 说着, 我手里出现一个摆台, 然后将其反过来, 露出座台上面皱纹。 这个皱纹, 你见过没? 这老道看到座台上面的皱纹之后, 也是摇摇头。 没见过, 这不是武当的符咒。 废话, 你确定你没有见过? 要是让我知道你骗我, 你知道我的手段。 还有那房子的情况, 你知不知道什么情况? 老道听完之后, 也是苦笑一声。 事到如今, 我也没有必要骗你。 我被安排在这里的时候, 这房子里面就特别的诡异, 我将所有的恶鬼放出来寻找问题, 都找不到问题的所在。 那栋房子的问题, 我也没有找到。 听到这里, 我也皱着眉头。 本来我偶以为那栋房子里面, 是这个老道搞的鬼。 在他死后, 我来到五楼的时候, 五楼的气场和之前一模一样, 根本就没有任何改变。 当时我就在怀疑, 这大楼里面, 是不是还有别的东西存在? 但是现在, 听完这老道说的, 看来和我猜想的一样, 这大楼里面, 绝对还有东西。 我看了看手里的摆台, 然后收进了手掌之中。 这老道的阴魂交给你了。 老大, 你放心, 我绝对不弄死他。 说着我就要离开, 不过下一刻, 那老道就开口大叫起来。 求你放过我, 赶紧让我去投胎。 我可以再告诉你一件事情, 绝对是你想不到的事情。 听到这里, 我回头看了老道一眼, 然后让鬼祖让开。 说吧, 什么事情? 只要对我有用, 我可以立刻召唤鬼门, 然后送你去投胎。 一言为定。 唠叨开口说道, 如果我说出来, 你就得立刻送我投胎。 我怕武当会召唤我的阴魂, 然后真正地抹杀我。 世俗界的死, 世人断气, 风水界的死, 是魂飞魄散。 就算是死了, 只要保证三魂七魄凝聚, 就可以投胎转世为人。 第721章, 干涉。 身为风水师或者是道士, 想要招魂, 其实都很简单。 只要有对方的贴身之物, 就可以将对方的魂魄召回, 或者是强行召回。 你放心, 你在我这里, 明清子想要召回你的魂魄, 想都别想, 别的我做不到。 镇压你的阴魂, 还是可以做到的。 现在, 你可以说了, 到底什么事情? 那老道还在迟疑, 我也不着急, 因为我也在想, 他想要说的是什么。 就在我们双方还在沉默的时候, 密室的门被人敲响。 会长, 政治界来人了, 说要和你谈一谈。 听到这里, 我没有疑咒。 知道了, 先安排在大厅, 我马上出去。 说完, 我看着老道, 对方看了我一眼, 我看着他, 然后转身准备离开。 我知道是谁送来的密盒, 那个, 老道说话的声音很着急, 但是还没等他说完, 声音就戛然而止了。 我回头看去, 这老道的阴魂, 直接开始烟消云散。 白, 白家, 砰的一声, 一道气浪翻滚。 鱼浪散尽, 整个密室之中, 已经没有了老道的魂魄。 鬼祖看着我, 我也是眉头一皱。 白家? 难道说的是白琉璃? 老大, 这老东西的阴魂, 好像是被人打散的。 我知道, 他是武当山的人, 自然有命元牌留在武当。 人死之后, 命元牌就会裂开, 武当的人不可能发现不了。 可能武当的人也知道这老道说了什么。 之前他说的那些, 对武当来说也是, 完全不在意的事情。 他要告诉我一件事情, 这个事情, 可能是武当不想让外人知道的事情。 所以, 武当的道士, 才要灭了他的阴魂。 看来这武当的秘法威力不小, 能在我面前灭了这老道的阴魂。 你回去继续修炼吧。 说着, 我就出了密室。 这老道的下场, 一早我就知道会怎样。 所以对于他的魂飞魄散, 我也没有在意。 只是他说到的白家, 让我有所疑惑。 看来这以后, 还要注意, 一下这个白家, 只是不知道, 事情会不会这要求。 从密室出来, 来到大厅的时候, 李红正在招待另个穿着西装的人。 看到我出来, 他们两个也都站起来看着我。 我没有说话, 直接坐在了办公桌跟前, 然后打开电脑, 看着上面的邮件, 没有人说话。 我也当他们不存在, 这些人平时在政治界嚣张跋扈的。 世俗界现在还有一堆的事情等他们处理, 让人想不到的是, 他们不去处理世俗界的事情, 竟然管起我风水界的事情了。 看我不说话, 直接无视他们, 他们倒还是一副委屈的样子。 萧伟长, 想必我们今天来的意思你也明白, 我们想知道你的意思。 其中一个官员开口, 我抬头看了他一眼, 我的意思已经很明确了, 各位是世俗界的官员, 本职工作应该是为广大老百姓服务的, 怎么现在开始管我风水界的事情了? 被我这样一说, 他们两个相识一眼, 然后看着我。 萧伟长, 我们也是为了平息两国的矛盾, 还请你不要扯那么远, 我们今天来只是想知道, 你的态度到底是什么。 要是你不愿意, 剩下的事情我们也不管了, 但是也希望你, 不要为了你私人的囊包, 而害了整个国家。 我冷笑一声, 看着他们两个。 两位, 胳膊是不是伸得太长了, 还扯到国家上面来? 你以为你算老几, 现在我倒是很怀疑。 你们为什么总是向着那帮外国佬? 别忘了, 这件事情的起末, 是外国佬先残害我国的孩子, 取其心脏修炼邪功。 现在你们冠冕堂皇地站在我这里说是我为了自己的利益。 你们的脸皮是有多厚, 能说出这么厚颜无耻的话来, 那些死去孩子的尸骨, 现在都还没有话呢。 你们不是想知道我的想法吗? 那我今天就告诉你们, 这件事情先不论你们管的这管不着, 谁的手要是再敢给我往风水协会伸一下? 老子打的, 他妈都不认识他。 至于那群外国佬的风水师, 老子也等着他们, 敢在不上报国家的情况下, 前来找麻烦。 来一个, 老子杀一个。 只要他们敢来找茬, 老子就敢剁了他们。 至于你们, 染指风水界的事情已经不止一次两次了, 我希望不会有下一次, 否则, 我也要动用政治界的力量。 先撤了你们, 再废了你们。 听我说完, 他们两个也气得够呛, 不过, 我也不是脑子短路在这里威胁他们。 我说的每一句话, 都是真正要做到的。 只要他们敢对着干, 我就敢说到做到。 他们两个看着我, 一时之间也不知道说什么好。 小委长, 今天你说的话我们记住了, 希望以后你不会后悔。 我冷笑一声, 然后没有说话, 看着他们离开, 我也没有再说一句。 小五, 这政治场上的人, 咱们还是不要得罪的好, 免得他们在暗处给咱们使乱子。 我看了一眼李红, 然后笑了笑。 你以为他们会放弃了? 这都多长时间了? 之前的事情已经看得出来了, 他们不会就这么放弃的。 现在我也在好奇, 外国佬到底给了他们什么好处, 竟然能让他们这么死心塌地地为其做事, 连他们的上司都不害怕。 这一点倒是让我好奇得很。 我说完之后, 李红也是嘟嘟嘴。 外国的风水师, 和我们华夏的风水师。 本质上的区别就是我们, 是看山河风水, 他们则是信奉神明。 我也去过外国几次, 见过一些外国的风水师, 可能我的见识比较少, 所以看不出有什么奇特之处。 要是真论利害关系, 外国风水师, 不如我们华夏的风水师。 李红说完, 我也是呵呵一笑。 其实不管外国风水师如何, 只要赶来找麻烦, 我就不会让他们安然撤离。 让协会的会员时刻注意, 顺便通知京城那边, 看看那边有什么消息。 如果这群外国佬, 还是不申请入境, 就私自来找我们麻烦。 那也别怪我下手无情了。 李红点点头, 然后就回到了自己办公的地方。 这群外国佬, 也真的像是狗皮膏药。 现在不管怎么甩都甩不掉。 先是那什么伯爵行凶, 再接着就是外国的风水师找上门。 现在还是不止死活, 想要来找我的麻烦。 既然想来, 那就来好了, 我也想看看。 这到了最后, 到底是谁在吃亏? 不过, 不管他们来多少人, 这如意算盘, 注定是要落空的了。 第722章, 上门。 还有这政治场上的几个刺头, 看来有必要动动他们了。 否则的话, 这个手只会越伸越长, 世俗界和风水界之间, 只能有交易的关系, 除此之外, 不能有任何联系。 但是他们倒好, 风水界还没有染指世俗界, 他们的手就先伸过来了。 这次不好好, 敲打他们一下。 这件事情以后的发展, 只会越来越乱。 就在我想着, 这件事情该如何敲打他们的时候, 高晓云带着高杰从外面回来, 而且还是一脸愤恨的样子, 至于高杰已经是泪流满面了。 看着他们两个, 早上我出去的时候还好好的, 刚才回来就没有看到他们, 现在看到, 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事情。 怎么回事, 发生什么事了? 原本想要带着高杰 直接去后面客房的高晓云, 听到我开口, 也是一脸委屈的样子。 再看高杰的样子, 应该是受了什么委屈, 孟伟他父亲跳楼死了。 孟伟这个时候, 应该是在忙着他父亲的丧事, 应该不可能在这个时候骚扰高杰吧。 高杰下午说, 要出去找个暑气宫, 我也没有拦着他, 让他出去体验一下也好。 可是刚才给我打电话, 说是被人骚扰了。 等我赶到的时候, 他身上的衣服都被人撕烂了, 好在我去得及时, 要是再慢一些, 说不定。 听到这里, 就算高晓云不说, 我也知道后面要发生什么事情。 高晓云没有继续诉说, 我已经知道当时的那个场景了。 对方看上去也像那风水师, 穿着灰色的长服, 和咱们协会的人穿着不一样。 孟伍哥哥, 我在街上走, 不过是不小心将饮料撒在了他们身上, 他们就对我耍流氓, 我害怕他们会对我做出什么事, 就赶紧给我妈打电话。 而且, 他们死拉硬拽的, 要我跟他们去酒店, 我说, 我是风水协会的, 他们就抓得更狠了。 而且他们还说, 这次来常德, 就是来找常德风水协会麻烦的, 我在街上喊叫。 好心的人将他们几个人拦住不让走, 他们也说自己是风水师, 让别人让开, 可是周围的叔叔阿姨, 就是不让。 我妈赶来, 就差和他们拼命了, 这才把我救出来。 高杰说完, 我看着她, 她的话自然不可能是坑我的。 只是现在, 我想不通的是, 对方到底是什么人, 敢在我的眼皮子底下这么猖狂? 而且还扬言说是来找我风水协会的麻烦。 对方在什么酒店, 你知道吗? 听到我的话, 高姐摇摇头, 看到这里, 我也没有再说什么, 只是让他们去休息。 公月, 在群里发消息, 通知所有常德协会会员, 立即寻找掩饰门修室所在的酒店, 查到之后, 想我报告。 我话说完, 还没有等着去说第二句, 门口就有一股强势的力量传来。 我看向门口, 公月本来还在等我下文, 但是看我看着协会大门的时候, 她也看了过去。 阁下这么在意, 我们掩饰门, 又岂敢, 劳烦你来寻找。 随着协会的大门被推开, 一群穿着统衣的人走了进来, 而且来着实力不错。 看到这里, 我眉头一皱, 然后看着掩饰门的这些人。 带上来, 对方为首的人开口, 接着就是一个被打得遍体鳞伤的人, 被带了出来, 然后直接被按在了地上。 萧会长, 这个人, 你应该认识吧? 我看着跪在地上的人, 又看了看为首的那个人, 我也在好奇, 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你这是几个意思? 我开口质问, 你带人来我这里, 然后又来这么一出, 到底几个意思, 是给我下马威呢? 还是来找事的? 上次掩饰门杀了我协会兄弟二十余名, 当时我也只是屠露干净你掩饰门前来犯件的人, 这次你带着麻多人前来, 难不成也是找事的? 如果是找事的, 那就直接点吧, 我这个人向来不喜欢拐弯抹角, 所以, 大家要是来找事的话, 那就出手吧。 我话音刚落, 那为首的人就呵呵笑了起来, 萧会长不要着急, 大家话说清楚, 再出手也不迟。 我是掩饰门的三长老, 张泰安, 跪在地上的这位是掩饰门的五长老, 没万人, 想必萧会长也见过。 当时武当拍卖会上, 大家都是见过的。 我掩饰门的管家上官残, 还有门下弟子的大师兄卢托, 都已经按照门规处死, 这没万人私自在外面惹事, 我们掩饰门也查清楚了。 都说一个巴掌拍不响, 之前的事情就算了, 毕竟一个门下弟子的作所所谓, 处死也就没事了, 萧会长风水协会死了二十几号人, 完全是由这个东西引起的, 他心有不甘, 所以仗着在掩饰门的身份, 私自派人前来对萧会长不利。 萧会长杀了我掩饰门这么多人, 甚至连尸骨都没有还给我们掩饰门, 毕竟这是因为这个狗东西的过错, 我们掩饰门也认了, 今天带他前来, 就是交给萧会长处置。 听到这里, 我看着张泰安, 只是一笑。 你确定? 说到做到, 我也没有客气, 一只手伸手, 顿时按在那没万人的头上, 我能感受到, 每一万人整个人都是颤抖, 不过对于这种人, 我也没有客气。 我也知道, 今天的事情, 不会这么轻松就结束的, 所以, 既然是交给我处理的, 那我自然不会客气的。 看着我要生抽没万人的魂魄, 这张泰安也是不眨一下眼睛。 直到我将没万人的魂魄镇压, 张泰安都没有说一句话。 看着没万人的肉身倒在地上, 我也没有再说什么, 只是看着张泰安。 没万人我处理了, 现在是不是你们该找我算账了? 张泰安一笑, 然后脸色顺变, 简直比翻书还快。 小委长, 既然你知道我们找你麻烦, 应该也知道, 为什么找你麻烦了吧? 你二人散布消息, 说我们掩饰门抢了柳家的钥匙, 这个罪名, 你给我们扣得大。 钥匙这东西的珍贵程度, 你应该也是知道的, 柳家已经派人前来索要钥匙, 弄得我们掩饰门也是措手不及, 这样的东西, 我们掩饰门去哪找? 要是普通东西, 我们掩饰门背了这个黑锅也无妨, 但是偏偏萧会长就是不给这个面子, 柳家给我掩饰门半个月的时间来解决这件事情, 这要是我们掩饰门是拿不出来, 未经之计就是来找萧会长讨要了。 第723章, 你还想怎样? 听到这里, 我脸上也挂着笑容, 本来我还在好奇, 这掩饰门这么大费周章地前来找我, 还不惜把掩饰门的五长老交给我处置, 原来是在这里等着我, 不过, 他们倒是找了一个好理由, 柳家给我期限, 如若不交出钥匙, 就要我们掩饰门付出代价, 既然这个消息是萧会长散播出来的, 我想, 钥匙应该在你手里, 所以我们门主也说了, 前来向萧会长索要钥匙, 先礼后兵的道理, 我相信萧会长是知道的, 我掩饰门已经拿出自己的诚意了, 现在轮到萧会长了, 说着, 张泰安就对我伸出了手, 看到这里, 我就想笑, 张泰安, 你掩饰门是不是太把自己当回事了, 你带着一个没万刃前来想要交换我手里的钥匙, 你觉得这两个等式之间对等吗, 钥匙的价值你也知道, 就凭没万刃想要换我手里的钥匙, 是不是把自己太当回事了, 还有, 你怎么知道, 钥匙就在我的手里, 你也说了, 掩饰门和柳佳的矛盾, 是我挑起的, 我可不相信你们掩饰门有这么大度, 会自己背这个锅, 所以, 你还是去骗骗三岁孩子吧, 在我这里, 根本不管用, 掩饰门什么意思, 我不是不知道, 如果柳佳去找了他们, 他们不会现在出现在我这里, 就算是想找茬, 也是在柳佳的陪同下前来, 但是现在只有掩饰门的修饰前来, 这就说明了一个问题, 柳佳根本就没有去找他们的麻烦, 钥匙这个东西, 珍贵无比, 神魂涣散的修饰, 只要一丁点钥匙, 就可以凝聚魂魄, 掩饰门可能是推算出来了一些什么, 或者他们知道, 是我散播的消息, 然后就认为我手里有钥匙, 钥匙他们真的为了平息和柳佳的矛盾, 肯定会带着柳佳的人一起前来见证, 钥匙得到钥匙, 肯定会直接交给柳佳, 就算是没有得到钥匙, 他们掩饰门也好给出理由, 不管掩饰门还是柳佳, 这两个门派都是影视不出的门派, 任何一个都不是什么善查, 而且越是这样的门派, 就越是多疑, 就算掩饰门真的向柳佳承诺了拿到钥匙还给柳佳, 柳佳的人也不可能让掩饰门一方行动, 这就是相互牵制, 相互制约的问题, 所以掩饰门给我整这么一出, 看似是为了给柳佳一个交代, 实则是为了自己, 这才几天的时间掩饰门就先行动, 为的就是先得到钥匙, 就算等到柳佳找上门, 也会一口咬定没有钥匙, 之所以掩饰门的人现在来找麻烦, 为的就是先下手为强, 然后除了他们本身, 再加上一个柳佳来威胁我, 其实打从一开始, 我就不惧掩饰门和柳佳, 大不了就是一战, 有何惧的, 所以, 不管这掩饰门用什么手段, 今天我就要让他陪了夫人又折兵, 我摸了摸手上的镯子, 这次掩饰门来的都是实力不错的修士, 一个太清静, 三位上清静, 还有几位天师静, 我能对持张泰安这个太清静, 至于巨蛇, 纠缠三名上清静修士, 也只是绰绰有余, 毕竟这过山峰的毒液不是开玩笑, 张泰安很是气愤, 萧会长, 该做的, 我们掩饰门都做了, 没万人也已经被你亲手处决, 你还想怎样, 如果不是看在你是风水协会会长的份上, 我们掩饰门才不会给你这个面子, 你真把自己, 当作是风水界的会长, 别忘了, 还有很多人不服你, 我嘴角上扬, 手里汗剑出现, 是吗, 那就不劳烦掩饰门的人操心了, 风水协会的事情我自由主张, 他们不服, 我就打到他们服, 至于你现在几个意思, 想和我开战还是怎样, 看着我手里的汉剑, 这张泰安也迟疑了, 一时之间不知道该如何办了, 他来这里, 绝对是受了掩饰门门主的命令, 但是这里的情况具体怎样, 恐怕谁也说不清楚, 所以现在他张泰安也在想要不要动手, 不管他掩饰门计划得有多好, 在我这里, 我是不会让他们按照自己的剧本走, 张泰安, 现在你是带着你的人滚回去呢, 还是直接动手呢? 现在, 我已经准备好, 和武当老道动手的时候, 他手里有密合, 再加上对方杀气附体, 我不是他的对手, 但是我也想试试, 现在, 我和一个正常太清静的修士, 实力具体, 差在什么地方? 既然你想死, 我就成全你, 只要灭了你, 你协会的这些人, 就更好解决了, 我就不信, 我一个太清静的修士, 弄不死你一个上清静的修士, 听到这里, 我也是冷笑一声, 不过下一刻, 整个大厅里面, 发出惨叫声, 至于我风水协会的人, 吓得更是直接后退, 掩饰门的那些天使镜修士, 顿时就死伤了大半, 所有人转身, 看着门口的东西, 都是吓了一跳, 张泰安猛地转身看着我, 看着张泰安的样子, 我手里一道皱印落下, 顿时手里蹦射出一道法皱, 张泰安反应也快, 直接躲开, 不过他躲开了, 他身后的人可没有躲开, 直接轰击在对方的胸口, 结果, 对方整个人直接倒飞出去, 撞在了墙上, 现在已经半死不拉活的样子, 看得张泰安也是满脸愤怒, 杂种, 你找死, 听到这里, 顿时我的脸色也阴沉下来, 手里, 法皱直接蹦射而出, 伤不到他, 他身后的那些人, 可躲避不开, 张泰安和我纠缠, 根本顾不上巨蛇那边, 我也不在意, 他带来的修饰, 天诗镜的修饰, 也就不用说了, 巨蛇直接就把他们吓得腿软站不起来了, 至于那三个上清静, 也被巨蛇纠缠, 至于我风水协会的人, 根本就用不着出手, 一个小时之后, 我用汉剑支撑着身子, 半爬在地上, 至于张泰安, 现在也是一身重伤, 可能是因为场地的关系, 我和张泰安之间的实力相差不大, 虽然现在拼得一个两败俱伤, 但是他伤得比我还重, 我一手法咒轰击在他的身上, 让他也是吐血不止, 杂种, 你已经重伤了, 我看你怎么猖狂, 现在我就取了你的命, 好, 让张泰安没有想到的是, 这里除了我以外, 还有我的蛇, 就在张泰安得意的时候, 这巨蛇一扫蛇尾, 直接抽在他的身上, 第724章, 能不能承受住, 砰的一声, 张泰安飞了出去, 结果直接摔爬在了地上, 直接趴在了一具尸体上面, 瞬间就来了一个意外性的接吻, 接着, 这张泰安直接蹦了起来, 然后猛地擦嘴, 我也是冷笑一声, 手里汉剑直接飞了出去, 结果一声金属撞击的声音传来, 我的汉剑蹦射出去, 直接插在了旁边的地上, 我站稳身子, 沉心静气, 双手掐了两道皱印, 杂种, 去死吧, 看着冲过来的张泰安, 我也没有躲避, 任由他冲过来, 会长, 小心, 我呼出一口气, 身上一层金光弥漫, 接着一条油龙从体内冲出, 围绕在我的身体四周, 看着将要近身的张泰安, 我一手拍出, 直接按在张泰安的胸口, 扑, 顿时张泰安喷出一口鲜血, 我也没有理会, 有掌成拳, 接着一拳轰出, 直接打碎了对方胸口, 我喘着粗气, 站稳身子, 看着张泰安躺在地上, 我伸手一射, 将汉剑收回, 朝着张泰安走了过去, 对于自己找上门的人, 我也没有理由留着他们, 十几分钟之后, 我镇压了掩饰门人的阴魂, 至于那三位尚清静的修士, 虽然没有被过山峰咬死, 但是身上都被划伤, 再加上蛇毒的作用, 他们倒是死得冤枉, 直接被堵死了, 收回过山峰, 将手镯重新戴到手腕上, 至于这些尸体, 自然是要被推进火葬场, 挫骨扬灰的, 接下来的几天, 我都是在密室度过, 等到了第五天晚上, 我才从密室出来, 好在这五天时间, 风水协会一切都正常, 在闭关之前, 我还在担心, 外国的那些人会前来找茬, 所以告诉协会的人, 要是有人前来闹事, 务必通知我, 有容器的加持, 加上我现在土纳卖气的速度, 可以说一日百里了, 土纳的速度, 那叫一个快速, 现在我的实力也恢复到了九成, 对我来说, 已经没有什么影响了, 我闭关的这段时间, 外面有没有发生什么事? 没有, 不过北京那边传来消息, 说是外国那边发来了风水交流的帖子, 不过被拒绝了, 但是这件事情, 外国的那些人并没有放弃, 还在和我们国家交涉, 具体怎么处理, 我们也还在等北京那边的话, 镇守北京的风水师, 下午传来消息, 政治场的人正在和他们交涉, 我已经把你的意思传达了过去, 外国的那些风水师过来, 说得难听, 就是做好收尸的准备, 政治场上传来的消息, 意思是, 外国的那群人, 想要我们国家对你施压, 交出他们的东西, 而且还要把你交出去, 由他们处置, 说是你杀了他们不少人, 想要一个说法, 李红说完, 我也是呵呵一笑, 这群不知死活的东西, 可真的敢说这些, 他们在我的地盘, 杀人取其心脏修炼邪功的事情可不说, 现在倒还倒打一耙, 要我交出他们的东西, 而且, 我自己还得由他们处罚, 真的是蹬鼻子上脸了, 这群不要脸的东西, 看来还真的是收拾得轻了, 通知所有的协会的会员, 让他们留意各地的情况, 那群外国佬, 如果真的想要我们负责, 明面上恐怕会和我们国家交涉, 但是暗地里肯定会派人前来找事, 不怕一万就怕万一, 这群狗东西要是赶出来, 直接向我报备就成, 李红听完之后, 也是点点头, 我没有再说别的, 想了一下, 然后去了杂货铺, 毕竟这段时间我闭关, 杂货铺的生意也耽误了, 来到杂货铺, 将例外打扫了一遍之后, 我就坐在柜台里面, 开始闭目养神, 一边想着风水界发生的事情, 一边消化大祭司传给我的法咒, 法咒虽然是有十几道, 但是联合使用也会有不同的效果, 就像武当的太极, 并不是死板地按照招数走, 而是活学活用, 到了后半夜, 外面就开始刮风, 来都来了, 偷偷摸摸地躲在暗处, 可不是君子所为, 说完, 我睁开眼睛, 看着门口的黑暗之地, 要是普通人, 绝对发现不了这个人, 但是又怎么可能瞒过我的感知力, 刚才他虽然已经急剧收敛自己的气息, 但是还是被我从头到尾地发现了, 至于他躲在暗处到底几个意思, 我就不清楚了, 被我这样拆穿, 对方迟疑了一下, 然后从黑暗处走了出来, 对方走进来, 外面突然划过一道惊雷, 声音特别大, 雷电的光芒将整个杂货铺照得通亮, 而我睁开眼睛的同时, 看到对方的脸色, 也是吓了一跳, 老板, 这里有没有吃的? 我看了对方一眼, 然后指了指他旁边货架上的蜡烛, 还有清香, 对方回头一看, 然后看着我, 一副很不高兴的样子, 这些是祭祀用的东西, 人怎么能吃? 听到对方这样说, 我呵呵一笑, 然后从柜台下面, 拿出来一桶泡面, 那里有水壶, 自己烧水吧, 对方听到之后, 就过去接水烧水了, 看着他在等候水开的时候, 我看了看他, 又看了看地上的影子, 在吃这个东西之前, 你要想清楚, 你的身体能不能承受住这些东西, 听到我的话, 对方回头看着我, 不用你担心, 对方这样说, 我也没有说什么, 只是微微点头, OK, 既然你知道, 那我就不说什么了, 不过有一点我很好奇, 看你的穿着, 应该是风尘仆仆地走了很久吧, 我说完, 对方也没有理会我, 我看着他的背影, 下一刻, 他看了看面前柜台上的蜡烛, 还有清香, 结果抓起几根蜡烛, 直接掰折扔到泡面通里面, 一壶滚烫的开水浇进去, 蜡烛也融化开来, 直接飘在面上, 看着对方坐在八仙桌跟前, 我看着对方, 十几分钟之后, 看着对方将面和汤吃得干干净净, 我这才继续开口, 说说吧, 怎么来的, 对方抬头看着我, 我看着他的脸, 比之前刚进来的时候, 又要严重了几分, 只是对方还没有开口回答我的问题, 双手就开始浑身上下的挠, 尤其是脸上, 现在皮肉都已经被撕扯了下来, 看着对方挠得全身上下, 没有一块好皮肉了, 我也是觉得一阵恶心, 看着对方的样子, 我拿起柜台里面的香灰, 直接朝着, 他洒了过去, 第725章, 戒尸还魂, 香灰落在他的身上, 顿时就开始冒起青烟, 而且满屋子里面尸体腐烂后的恶臭味, 现在我也是忍着, 不让自己呕吐出来, 看着对方略有缓和, 我坐了下来, 看着对方的样子, 不免就是一阵反胃, 多谢 说着, 对方就要离开, 看着他的背影我想了想, 手里一张黄符出现, 直接弹射出去, 直接钉在他的后背, 对方一个前倾, 整个人趴在了地上, 无论他如何反抗都站不起, 除非是舍弃这副肉身, 下一刻, 一道浓郁的阴气, 从这躯体里面冲出, 直接朝我冲了过来, 看到这里, 我直接一巴掌抽了出去, 顿时那团阴气飞了出去, 直接撞在了墙上, 接着直接露出真面容, 一个披头散发的男人, 阴魂的强大, 已经可以比你上清静的修饰了, 至于他的样子, 和这尸体的样子, 根本就不是同一个人, 借尸还魂, 这是唯一的解释了, 对方阴魂占据别人的尸体, 虽然他强悍的阴气, 可以保持别人的肉身不烂, 但是这个方法并不是长久之际, 人死如灯灭, 就算是人的尸体冻在冰窟里, 也有腐烂腐败的时候, 更别说现在还是夏天, 他身上的阴气再重, 也掩盖不了这些东西, 刚才他进来, 我就闻到了湿瘦的味道, 所以已经警告他了, 可是他根本不听, 借尸还魂, 就算是刚死的人, 尸体顶多, 只能用一星期的时间, 看这具尸体的样子, 脸上, 还有身上尸斑重重的样子, 一看就是有鱷鱼的时间了, 在我这里, 你还没有猖狂的资本, 借尸还魂, 是要遭受天谴的, 听我开口, 这男的飘在空中看着我, 整个杂货铺, 似乎都笼罩上了一层冰霜, 阴气中的阴魂, 是可以做到这一点的, 就是怨气极深的厉鬼, 也能做到这一点, 我面前的这只阴魂, 实力已经达到了上清静, 只要他愿意, 热水结冰的事情都能做到, 我的事情不用你担心, 你管得太宽了, 看到这个, 我呵呵一笑, 你误会了, 我不是要管你的事情, 我看你怨气极深的样子, 再加上你是阴魂, 所以想着, 你想做的事情肯定不简单, 我就想帮帮你而已, 咱们能见面就是缘分, 我这里是杂货铺, 任何东西都可以交易, 你的实力不弱, 但是现在执念还没有化解, 应该是自己的执念你也无能为力做到, 但是我就不同了, 我有好几种身份, 一个是风水协会的会长, 一个是地府阳司, 还有一个是这杂货铺的老板, 只要你愿意交易, 咱们就可以合作一下, 我帮你完成你想完成的事情, 你拿出铜架的东西, 来和我交换, 一本万利的事情, 合作起来多顺心, 所以, 交易一下吧, 听我说完, 这男鬼看着我, 不过下一刻, 这家伙就翻脸了, 呸, 你们这些奸商, 老子生前有钱有势, 就是被你们这些小人害的, 不仅将我的肉身剁碎喂狗, 还抢我老婆孩子, 我凭什么相信你, 听到这里, 我也是一愣, 之前我还是嬉逼笑脸的样子, 但是听到这里, 我也变得严肃起来, 你说的都是真的, 我也是疑惑地开口, 如果事情真的是这样的话, 那么这事就大了, 当然是真的, 我骗你有毛意思, 我找了几个月的时间了, 尸体都换了好几具了, 为的就是找到那个杂碎, 我也要将其碎尸万段, 这男鬼激动的开口, 顿时杂货铺之中, 温度又下降了几度, 我想了一下, 开口, 这样, 你先不要激动, 这件事情我管了, 杀人偿命, 天经地义, 世俗界的人, 我没有权利去夺取他们的性命, 但是我可以帮你查到一些线索, 对方看着我, 半想都不说话, 我看着他还在迟疑, 下一刻催动眉心的印记, 一个冰蓝色的印记显现出来, 我是地府杨斯, 说话算话, 绝对不是骗你的, 我想对你不利, 你在我手上过不了五招, 就会被我镇压, 现在, 我就说一句大话, 在这里, 除了我能帮到你, 其他的人都不可能帮你, 我说完之后, 等着他的下文, 可是看到他, 还是一副不可置信的神色, 我伸手一射, 将那尸体上面的符咒抓在手里, 你要是不相信我, 现在就可以离开, 我绝不阻拦, 任何买卖都讲究一个你情我愿, 他现在不相信我, 我也没有理由抓着他不放, 对方看了我几眼, 然后想要离开, 对了, 你叫什么名字? 卫龙, 看着对方离开, 我也没有再去阻拦, 人有自知之明, 不过, 我相信, 他会回来找我帮忙的, 附在已死的尸体上面, 消耗的阴力, 比他想象中的, 要大得多, 阴力是凝聚阴魂的, 就好像, 我体内的元气一样, 阴魂能凝聚, 靠的就是阴力, 我看了看时间, 已经后半夜了, 记住了这个名字, 我就坐在柜台里面睡觉了, 到了早上六点, 我收拾了一下, 然后想了想给杨风打了一个电话过去, 本来我想在电话里面说这件事情的, 但是杨风那边好像出了一些事情, 所以想要说清楚, 只能我跑一趟警局了, 魏龙是被分尸的, 他的家属不可能不来报案, 就算是失踪, 在警局也应该有记录的, 这几个月的时间, 不可能没有一点线索吧, 现在我也想知道这个案子的期末, 来到警局的时候, 杨风也在忙活, 把我扔到他的办公室之后, 就去忙自己的了, 直到一个小时之后才回来, 看到了吧, 现在知道我们这些人又多忙了吧, 平时你没事就来我这里看看, 每次你打电话, 都要我第一时间过去, 我都是放下手里的活过去的, 回来之后, 还得先处理你的事情, 杨风说完, 接了一杯水坐了下来, 身居官位, 忙是正常的, 我身为风水协会的会长, 你看我清闲, 其实干的是要命的活, 要不咱们两个换换, 看看那个职位好, 杨风也是一笑, 然后看着我, 你刚才电话里面, 说的什么碎尸案, 现在给我详细说说, 最近几个月, 我们还没有接到碎尸案的报警, 杨风这样一说, 我也没有多想, 毕竟对方赶碎尸, 肯定也是做好了后续工作, 既然做了这件事情, 就不可能让人发现, 第726章, 身价百万, 具体的事情, 我也不是很清楚, 昨晚上一个阴魂到我那里闹事, 说是要报复, 而且还是, 届尸还魂来的, 我问了一些问题出来, 他说是几个月前被人分尸的, 所以我就想到了你, 早上给你通电话, 看看有没有碎尸案, 杨风听完之后, 也是一脸的严肃, 这半年的时间都没有碎尸案上报, 要是有的话我肯定是知道的, 会不会是那东西搞错了, 你是做什么的我知道, 这鬼都是人变的, 会不会鬼, 也在说谎话, 我直接就笑了, 鬼说谎话的不是没有, 但是对方说的是不是谎话, 现在我也是在验证不是, 失踪案有没有, 叫魏龙, 听到这里, 杨风从自己的办公桌翻找了一下, 然后拿出一张表, 看完之后摇摇头, 从年前到现在, 失踪的人员登记名单都在这里, 而且是一星期更新一次, 死掉的, 还有找到的后面都有备注, 只要是常德市内的派出所, 有接到报案, 就会上报过来, 这表上面并没有魏龙的名字, 杨风将手里的纸递给我, 我看了一眼, 上面确实没有魏龙的名字, 看到这里, 我就纠结了, 能不能查一下魏龙这个人的档案, 我可知道, 在这里是能查到的, 杨风看着我, 想了一下, 然后点头, 跟我来, 来到楼上的档案是, 杨风直接让人查找一个叫魏龙的, 现在已经全国联网, 只要报到名字, 就可以查到这个人的档案, 很快, 只要叫魏龙的都被调了出来, 因为都有照片, 所以想要找到也简单, 几分钟后, 找到了正主, 回到杨风办公室, 我手上看着关于这魏龙的资料, 十几页的资料, 都在我手上, 看来, 你说的这个问题确实存在了, 现在不管做什么, 都要用到身份中, 这四个月前, 身份证使用的程度很频繁, 但是从最后一次使用到现在, 四个多月的时间都没有消息, 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 现在就算是一个普通人, 平均每天刷到身份证的次数是四到七次, 这个人倒好, 四个月都没有任何使用记录, 杨风说完, 我呼出一口气, 现在我大概能猜到, 是怎样一个情况, 这魏龙是做珠宝生意的, 每天银行用到的流水就不守, 但是这四个月的时间, 没有任何动态, 家属没有来报案, 也没有报失踪, 这才是最奇怪的地方, 这个资料我先拿走, 我知道你忙, 所以这个事情, 我就不麻烦你了, 我会用正经手段, 来查这件事情的, 不过需要的时候, 我会找你帮忙, 杨风看着我, 也是叹了一口气, 这样的烂摊子, 没有人报案, 他们也是不会管的, 首先现在是没有任何证据, 他们想管也不知道该怎么下手, 回到协会, 我也没有去管协会的事情, 有李红他们几个操心, 我自然不需要费太多的心思, 我来到后面的客房, 洗漱之后就小气了一会, 醒来的时候, 就已经是下午两点了, 看着资料上面的联系电话, 一个是魏龙的, 一个是他老婆的, 作为魏龙的诊鞭人, 心不可能这么大吧, 自己老公消失了四个多月的时间, 他都没有任何反应, 这一点极其的反常, 所以, 我有一个大胆的猜测, 这魏龙被分尸, 估计他老婆也是参与其中的, 现在, 想要查清这个事情, 还真的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 想了一下, 我给魏龙媳妇打了一个电话, 结果电话根本就打不通了, 对面提示, 已经号码注销了, 至于魏龙的号码, 也同样是这样, 我也是无语了, 刚才还在担心打通了电话怎么说, 但是没有想到, 对方已经注销了号码, 看来我也是自作多情了, 想到这里, 我给杨峰打了一个电话, 让他帮我查一下魏龙老婆的底子, 我从房间出来, 来到大厅里面, 然后就开始处理手里的文件, 半个小时之后, 杨峰给我打来电话, 然后发了一份文件给我, 这份文件正好是魏龙老婆的, 不过他人现在不在国内, 根据他的身份证记录显示, 他的人是在国外, 而且三个月前就已经到了国外, 看到这里的时候, 我就有些纳闷了, 不过好在几天后, 这魏龙的老婆会回国, 所以, 给我的时间不多, 四天的时间, 查找到四个多月以前的线索, 有些不现实, 所以到了傍晚, 我就来到了杂货铺, 现在只有从哪阴魂的身上下手, 既然他知道自己被分尸, 应该也知道自己被抛尸在什么地方, 要是能找到他的身体残肢, 就有理由暂时拘押魏龙他老婆, 这件事情, 就算是打死我, 我也不相信, 魏龙的老婆, 不知道魏龙失踪的事情, 就算是出过, 四个多月的时间, 就算是感情再淡, 应该也会有通话, 魏龙的手机号, 同样也是注销状态, 所以现在, 我心里一惊, 有了答案, 一晚上的时间过去, 除了前来购买东西的小鬼, 昨晚上前来的男鬼也没有出现, 或者说是, 不可能前来了吧, 第三天晚上, 我也没想着对方能来, 只是坐在柜台里面玩手机, 正当我录得高兴的时候, 赵博的电话打过来了, 平时没有什么事情, 我也没有和他们闲聊, 想想, 也真的有好长一段时间没有联系过来, 所以他们, 能打电话过来, 我也是挺意外的, 五哥, 最近忙不忙, 说吧, 有什么事, 是餐厅有什么问题吗, 赵博那边, 传来呵呵打闹的声音, 餐厅没有什么问题, 今天下午接到了咱们班长的通知, 说是一个星期后结婚, 三天后, 要请大家一起去聚餐, 还说, 咱们四个向来一条裤子, 所以就没有亲自通知到你, 怎么样, 去不去, 班长结婚, 他不是大学毕业, 就跟着他家的亲戚, 去国外定居了吗, 怎么结婚还回来常得解, 而且在学校的时候, 他那一副不可一世的样子, 我可是记忆犹新, 我说完之后, 赵博那边哈哈, 笑了起来, 随即电话, 被抢走了, 小五啊, 咱们哥几个你是知道, 当时在学校都看不惯他那不可一世的表情, 现在咱们哥几个, 不说算得上是顶尖的公子哥吧, 但是现在咱们的身价, 个个都是上百万了, 怎么的, 也该只高气阳一次了吧, 第727章, 外国老来了, 听到这里, 我顿时就无语了, 现在这个社会, 身价百万真的不算什么吧, 或许生一场病去一趟医院, 就成穷光蛋了吧, 这次换我呵呵大笑起来, 五哥, 你到底去不去呀? 我想了一下, 既然是大学同学聚会, 在学校的时候, 大家都是攀比成风, 现在出了校门, 都磨练了几年的时间, 至于以前的不愉快, 还是都忘了吧, 什么时候, 什么地点, 赵博说了时间和地点之后, 我们闲聊了几句, 就挂了电话, 不过让我意外的是, 这他们操控的餐厅, 是干得越来越红火了, 而且还想到了, 要开分店, 毕竟是大学城附近, 加上他们装修的环境, 而有人均的小费都是中等水平, 大家都能消费得起, 而且一天下来也不少挣, 再加上现在到了饭点, 可以说是爆满了, 放下手机, 我也是替他们兴奋, 谁能想到, 一个学程序员的大学生, 出来是做餐饮的, 想想都有些打脸啊, 到了早上, 我就收拾东西回去, 一直到两天后的晚上, 我还是守在杂货铺这里, 为的就是, 等那个男鬼出现, 可是越是这样, 那男鬼越是不出现, 所幸, 这件事情我也放下, 人生在世, 有需要事情, 自己都干预不得, 既然这是缘分, 那就只等等上天的安排, 一直到了后半夜, 实在是有些困了, 这几天白天, 我都睡不到五个小时, 虽然修炼到了上清净, 但是睡眠对于一个修饰来说也是, 必不可少的, 所以我这一睡, 就到了早上, 我看了看时间已经八点了, 所以就赶紧收拾东西回去, 回到风水协会, 我还没有坐到位置上面, 李红就走了过来, 京城那边刚才传来消息, 政治界还在和那群外国佬商定日期, 但是根据我们派出去的眼线观察, 最近, 有一群外国佬, 以旅行的名义入境, 而且前来的方向, 正是我们常得, 听到这里, 我倒是冷笑一声, 看来这群杂碎来的速度, 比我想的有些慢, 这几天我一直在想, 是不是这群杂碎不敢来了, 没想到现在就到了, 李红呵呵一笑, 然后也是点点头, 这群外国佬, 真的是不到黄河心不死, 不撞南墙不回头, 那你接下来怎么办, 听到李红询问, 还能怎么办, 别人找上门, 自然是要接待了, 免得到时候, 别人再说, 我们国家的风水师小气, 召回所有在外的风水师, 要是对方真的来找麻烦, 估计明天就会到了, 到时候, 我们在协会等着就成, 李红点点头, 然后也没有说什么, 我找了一身休闲的衣服, 然后绑了一个混元计, 就开车出去了, 来到大学城这里, 赵伯他们正在收拾卫生, 我就坐在车里等他们, 不过看到他们几个的着装之后, 我也是一愣, 这三个人西装革领的头发, 都是喷着发胶的, 看得我也是无语, 这一个个打扮的, 都和去相亲一样的, 不过当时在学校的时候, 班级里面可是有不少的妹子, 再加上现在几个人, 也都老大不小了, 所以我也理解他们的意思, 他们的意思, 无非就是想着, 这次聚会前来, 接着老同学聚会的机会, 然后撩一撩小姐姐, 五哥, 你就穿这样去吧, 要不要把我的西装借你一套, 听到这里, 我直接白了他们一眼, 我都成家立世了, 两个娃娃都一岁多了, 你们什么意思, 我又不是不知道, 所以, 这个机会还是留给你们吧, 我就是单独的去聚会, 不像你们, 带着不纯的墓地前去, 他们三个也是呵呵一笑, 启动车子, 直接开往常德最豪华的酒店, 你说咱们的班长, 现在长得会是一个什么样子, 大学的时候, 都说他要涨毁了, 不知道这几年的时间, 是不是真的涨毁了, 要是这样的话, 咱们真的要去恭贺一下, 听着他们三个谈笑风声, 损人不利己, 我也是一笑而过, 只要事情不过, 怎样都好, 至于这班长, 当时在学校打扮的时髦, 确实长得不错, 不过很多人都说他要涨毁, 其实我也挺期待看看, 他到底成了什么样子, 当时我和杨卉还在一起的时候, 他就没少损我, 而且, 不过他说的那些, 后来都一一得到了印证, 所以现在, 我也不想再说什么了, 五哥, 听说这班长可是把所有人都通知到了, 要是遇到杨卉, 你尴尬不尴尬, 听到这里, 我也是冷笑一声, 放心, 除非他的鬼魂到场, 否则你们是见不到他的, 这有几年时间了, 他都在局子里面待着, 就是那班长想联系, 也不会联系他, 杨卉什么人, 你们又不是不知道, 只要是个男的, 恐怕都不可能让他出现在自己聚会上, 当然, 这也是我自己的看法, 当年杨卉涉嫌命案, 再加上所有的证据都指向他, 虽然有些地方也不是很清楚, 但是因为我的关系, 所以就处于私心, 让他在里面待着了, 想来这不到两年的时间, 他想出来, 恐怕也是一想天开了, 不过, 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 我虽然心软, 但是对于杨卉, 实在是不想再有什么瓜葛, 也对, 这个贱人当初在学校, 丑闻百出, 也真的是可恶, 让他在里面把牢底坐穿, 都是便宜他, 就应该出门摔死, 过马路被车撞死, 几点口得吧, 我开口说道, 过去的事情, 谁都不要说了, 说完, 我暗叹一口气, 要是这班长, 真的什么人都通知到了, 那恐怕李荣也要来了, 当时我和他的事情, 虽然没有闹得满城风雨, 但是很多同学都是知道的, 如果今天晚上真的面对了他, 不知道还能不能像以前那样, 过去了这么久了, 当年发生的一幕幕, 似乎都像是昨天才刚刚经历的一般, 回想起来这些, 还真的是有些可笑, 不过过去这么久了, 该放下的, 确实该放下了, 或许, 从李荣踏入婚姻殿堂的那一刻开始, 我们就没有任何机会了, 他断了自己后路, 也断了我的后路, 后来我最久在唐长的身上犯下错误, 这些, 对我而言都是亏欠, 对于唐长, 从开始到现在, 我亏欠他的, 实在是太多太多, 直到现在, 他还是一个人在承受, 第728章, 最好的反击, 从知道还有云到现在, 可以说我是一个极其不称职的丈夫, 甚至可以说, 我和他都能算作是陌生人了, 虽然父母留在唐家照顾唐长, 但是毕竟不是这个事, 唐长缺的不是有没有人照顾, 缺的是自己的丈夫不在身边, 两个孩子缺的是父亲不在跟前, 想到这里, 我就有些心酸, 唐长在京城, 就犹如活寡妇, 至于我的两个孩子, 就像是单亲家庭一般, 虽然他们物质上面, 不缺任何东西, 但是他们缺的是什么, 我又岂能不知道, 正是因为知道, 所以我才这么内疚, 来到约定的酒店门口, 进进出出的靓女帅男不少, 赵博他们三个还正常, 至于我, 一副吊啷当的样子, 看上去就像是一个打工的, 而且还绑着一个道士的专属发型混缘剂, 要说这些都还不算什么, 主要是我的头发还是灰白色的, 出入这样的场合, 为何感那叫一个强烈, 不过只是一个同学聚会而已, 又不是惨叫什么隆重的场合, 所以, 没有必要穿得那么正式, 刘承宇, 赵博, 王明, 我们四个本来并排走的, 听到有女生叫他们几个人的名字, 我也是一愣, 回头望去, 三个女的相互挽着胳膊就来了, 赵倩, 于晶, 吴月, 看着他们三个挽着胳膊过来, 我也是尴尬的一笑, 我也是一脸的尴尬, 我只能苦笑地点点头, 如果单论我的样子, 从大学到现在, 可以说是变化最大的一个, 现在我的样子, 就像是一个道士, 赵倩他们看着我, 也是一脸的尴尬, 不知道说什么好, 你这装扮, 你这头发, 难不成出家修道了, 于今说完, 我也是眉头一皱, 你们三个丫头骗子, 就别猜了, 肖武的职业, 你们又不是不知道, 他是风水师, 自然要装扮得像一点, 至于他这头发, 个人爱好而已, 倒是你们三个, 真的是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啊, 一个个的变得这么漂亮, 说实话, 有多少难的追求, 赵伯他们三个, 直接杀了出来, 正好我也不知道说什么, 所以就让他们三个拉关系吧, 赵倩他们在学校的时候, 和李荣的关系不错, 而且也是一个宿舍的, 之前我和李荣的事情, 他们都知道, 所以我不想和他们说话, 也是为了避免这些尴尬, 不过, 有时候嘛, 人是越怕什么, 他就来什么, 肖武, 大家都是老同学了, 你怎么不说话了, 这次班长邀请, 李荣也会前来, 怎么样, 有没有什么话要说, 我只能尴尬地笑, 你看你, 有些事情该放下了, 人家李荣现在和人老公打得火热呢, 那狗粮也是给我们一把接着一把, 所以, 你连剑缝插针的机会都没有了, 所以啊, 还是找个合适的人结婚吧, 于今说完, 赵伯他们三个哈哈大笑起来, 我们老五的本事, 比你们想的要厉害, 现在, 他也已经是两个孩子的父亲了, 所以啊, 你们三个, 还是为自己操心吧, 都成老姑娘了, 小心嫁我出去, 你看我们三兄弟, 现在也是单身, 怎么样, 有没有想法, 就在我们几个还在这里打去的时候, 几个穿着西装的人, 从旁边的包厢走了出来, 老同学们, 大家怎么都在外面, 进去坐, 现在酒席都已经上了, 大家边吃边聊, 听着开口说话的胖子, 我们几个皱着眉头, 相互看了几眼, 我看向赵伯他们, 然后看了一眼鱼精他们, 真的是女大十八变, 越变越好看, 至于这男的嘛, 不是发福就是秃, 但是我们这班长, 可是两样都占了, 不过我们几个也没有客气, 毕竟这次是来参加聚会的, 其实说, 聚会还不如说是来随份子的, 落座之后, 基本上大家还和在学校一样, 都有自己熟悉的人和同学, 现在能做, 一起聊天的人都做到一起, 至于做不到一起, 就是一个人拿着手机发呆, 我就说吧, 你看看这变化多大, 看得我都是有些惨不忍睹啊, 赵伯虽然已经很小声了, 但是还是被班长给我听到了, 他们几个注意不到, 但是可瞒不过我的眼神, 班长那不善的眼神, 确实很让人讨厌, 赵伯, 听说你们在咱们大学旁边开来的餐厅, 生意还不错, 怎么样, 有没有想过融资, 将店面扩大一些, 这样的话, 大家都能赚大钱, 听到班长的话, 赵伯坐正身子, 然后呵呵一笑, 一个小餐厅而已, 我们搁几个, 你又不是不知道, 自由散漫惯了, 所以还是开个小餐馆来的自在, 班长这些年在国外, 真的是变化巨大, 我们几个, 还是不凑热闹了, 赵伯说完, 呵呵一笑, 那班长听完之后, 脸上虽然挂着笑容, 但是笑容下面, 却隐藏着不善, 这次我从国外回来结婚, 就不打算出去了, 经过这几天的调查, 我也决定在大学城旁边, 开一个快餐厅, 到时候, 咱们就成了竞争对手, 咱们就和在学校一样, 公平竞争, 听到这里, 我也是面色一变, 现在我也弄不清楚, 他是故意的, 还是无心的, 总之, 这话听的人很不舒服, 赵伯他们的餐厅, 从开业到现在, 没有打过任何广告, 而且, 周围就他的餐厅大, 要是再来上一家, 肯定会出现竞争, 有竞争就有黑手, 要论黑手的功夫, 谁都不是我们班长的对手, 鸣枪一躲, 暗箭难防, 怕的就是这样的事情, 我也只是一说, 具体会不会开餐厅还不一定, 到时候, 就算是开餐厅, 咱们两家商量着来, 大家都是同学, 一切都好说, 赵伯他们三个没有说话, 都是一笑, 我端起桌子上的饮料, 喝了一口, 看来勾心斗角玩弄心计的场所, 还真的不适合我这个老师本分的人, 这位应该是肖武同学吧, 刚才进来的时候, 我还以为自己认错了, 注意了这么大议会, 才发现, 是你, 看来咱们大学同学之中, 你的变化, 应该是最大的了, 听到这里, 我也是呵呵一笑, 他说这样的话, 只要是个人都能听得出来, 他这是在呛我呢, 又不是不知道他的为人, 所以我也没有理会, 对于这样虚荣心和自傲的人来说, 不理会就是最好的反击了, 第七百二十九章, 杨慧被释放, 不过, 在这里我忘了一个词, 那就是蹬鼻子上脸, 对于他的话, 我只是一笑, 并没有理会, 不过他也没有就此放过我, 五哥, 你这身装扮, 今天恐怕有些不妥吧, 毕竟大家难得聚会, 你这打扮的, 真像是道观里面的道士, 难不成你是出家做道士了, 当时在学校的时候, 你就是风水师, 还有咱们学校的老喽, 听说, 当时闹鬼还弄出了不小的动静, 当时我记得, 就是五哥你带头处理的, 校领导还表扬了你, 我那是一顿羡慕极度, 后来我听说有的人说你是神棍, 当时我就不高兴了, 还和他们理论了一番, 结果就动手了, 你也知道我这个人的脾气, 当时打得那叫一个惨, 这班长说完, 没有人接他的话, 我也是一副淡然的样子, 和旁边的赵倩赵博他们聊天, 至于那班长, 已经气得有些坐不住了, 现在赵博他们几个, 也是憋得差点没有笑出来, 校五同学, 大家都是同学, 没有必要不理人吧, 今天是来祝福软潮的, 你何必装身成不理人, 听到这里, 我也装模作样的, 做出一副疑惑的表情, 刚才有人说话吗, 我最近耳朵出了点问题, 所以听不清, 刚才我还以为是哪位同学带狗钱来了, 我以为是狗费上, 实在不好意思啊班长, 刚才可能我出神, 再加上耳背, 所以不知道是你, 还请你见谅啊, 班长听完, 脸上的横肉抽了几下, 打人不打脸, 你朝我脸上打, 本来是不想理你的, 但是既然理了, 我也没有必要客气, 没事, 校五同学还和在学校的时候一样, 这张嘴就是厉害, 恐怕街上的泼妇都比不上马, 既然校五同学耳背, 我们大家都理解, 我呵呵一笑, 然后猛地点点头, 班长, 你说的没错, 刚才那个声音, 真的像是泼妇骂街, 在我耳边嗡嗡地不停, 我都恨不得直接上去一掌拍死他, 今天我们大家是来祝福你的, 还请班长辛苦一下, 不要让大家吵, 我这耳朵实在是受不了, 我话说完, 赵伯还有鱼精他们都是低着头, 就差没有笑出声来, 至于阮潮, 现在顿时气得没有话说, 要不是又进来几个同学, 打破了这尴尬, 软潮真不知道他要说什么了, 进来的都是大学班里的同学, 平时也就是说几句话, 关系并不铁, 所以现在见了, 很多人都变化特别大, 也就没有什么话了, 校五同学, 不知道现在结婚了没有, 之前在学校你和杨慧, 这对冤家, 可是红得很啊, 听说从学校出来, 你们两个还在纠缠不清, 如果你们还愿意一起, 今天我做媒婆, 给你们撮合一下吧, 前几天我通知的时候, 杨慧也说, 要来参加聚会的, 怎么这么晚了还不来, 是不是路上遇到什么问题了, 要不校五同学打个电话, 阮潮, 今天是你的好日子, 怎么给别人撮合了, 你对杨慧这么记忆由深, 难不成对他有想法, 现在你和你未婚妻, 还没有结婚, 要是真喜欢的话, 我做做媒婆, 帮你们撮合一下如何, 我没有说话, 开口说话的是余金, 听到这里, 阮潮的脸上也不好看, 余金你说笑了, 我是看肖五这一身寒酸样, 所以想帮他撮合一下, 你看你这不是误会了吗, 我有自己的老婆, 不可能再找别人了, 也对, 就班长现在这样, 想要找一个女的, 确实不容易, 还有我们的肖五大公子, 恐怕也是, 咱们在场的人中, 第一个做孩子父亲的吧, 余金这话说的, 在场的人都无话可说, 尤其是软潮, 现在更是不知道说什么好, 看着大家不说话, 我清了清嗓子, 大家都是同学, 话都何必说得这么难听, 过去的事情不值得一提, 不过还是留点口得的好, 免得到时候下了无间地狱, 承受把舌头的痛苦, 至于今天谁来, 与我已经没有任何关系, 我已经是两个孩子的父亲, 自然也会做好一个父亲和丈夫的责任, 班长今天这话说的, 让我感觉到很恶心, 就像是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父, 今天大家来, 不是替你刷嘴皮子的, 而是祝福你的, 所以, 提外话就不要说了, 免得自己给自己找不愉快, 我的意思已经很明确, 今天不想和他撕, 他要是有自知之明, 就不会再说以前的恶心事, 要是他非得说, 那我只能翻脸无情打他脸了, 我看着阮潮, 他没有说话, 我也没有说, 这个时候, 包厢的门被推开, 一个穿着白色纱裙的女人走了进来, 看上去格外的亮丽, 看到这人的时候, 赵倩余金他们三个, 很是激动, 李荣大美女来了呀, 我还以为你不来了呢, 从北京赶过来, 应该很累吧, 看着李荣, 相比之前, 多了不少成熟的韵味, 而且, 整个人看上去更加丰满了, 哪有, 大家的变化都很大, 大家不要这么严肃, 我看同学差不多都到了, 你的未婚妻呢, 今天来不来, 李荣说完, 朝我这边看来, 我也只是会心一笑, 本来我以为挺尴尬的, 但是到了真正的时候, 却没有了那种尴尬, 好久不见, 听到李荣开口, 我只是笑了笑, 最近过得还好吗, 挺好的, 你呢, 和唐家的事情进展得怎么样了, 我轻笑了一声, 然后开口, 也不错, 两个孩子已经一岁了, 只不过, 我在长得这边比较忙, 很少去北京那边, 李荣也是一笑, 大家同学一场, 不用这么拘礼, 前段时间在北京, 我还遇到了唐长姐姐, 还有阿姨, 你的两个孩子, 难得像你, 女的像唐长姐姐, 我笑了笑, 刚要开口, 包厢的门被推开, 几个女的一起进来, 看到杨卉真的出现在这里, 我也是一愣, 本来我还以为软巢是开玩笑的, 但是没想到, 这杨卉, 竟然真的出来了, 这件事情, 杨峰都没有跟我说过, 我看了杨卉一眼, 她的目光扫了一圈, 最终也落在了我的身上, 而且, 看我的那种眼神, 也是极其恶毒的样子, 李荣看了我一眼, 然后也是一笑, 继而摇摇头, 我看同学都到了, 大家不如一起举杯, 祝福软巢吧, 第730章, 展会福, 李荣开口说完, 自己先举起酒杯, 在场的都是来祝福的软巢的, 所以也都没有客气, 我也举起酒杯祝福, 毕竟都是同学一场, 今天多谢各位同学赏脸前来祝福, 三天后的婚礼, 我也希望各位同学能来参加, 今天这顿饭, 我的意思就是想熟悉一下大家在学校的好时光, 从学校毕业出来, 大教都好几年没有联系, 关系肯定都生疏了, 所以今天咱们就当是在学校一样, 不要有任何的拘束, 软巢说完, 然后开始一个个敬酒, 这些年看来大家都发展得不错, 我在国外也没能和大家聚一聚, 今天正好有机会, 大家不醉不归, 肖武同学, 赵博同学, 当时你们在学校也算是风云人物了, 所以这杯酒, 我敬你们, 看似大方的一句话, 听得我是很不舒服, 很抱歉, 开车来的, 所以不能喝酒, 我就以果汁代替吧, 这不行, 不是说酒逢之几千杯少吗, 喝多了, 大家找代价就好了, 你不喝, 那就是不给我面子了, 听到这里, 这话, 让我听得很不舒服, 酒驾造成的事故数不胜数, 要说酒驾可恶, 这劝酒的人, 就更加可恶了, 他当别人都像他一样, 有高酒量啊, 我看着软潮, 对方一脸笑脸盈盈的, 我叹了一口气, 放下手里的杯子, 我不喝就是不给面子, 既然这样, 那今天这个面子我也就不用给了, 看到我这样, 软潮也是一愣, 既然说我不给面子, 那我就不给你面子, 真把自己当成什么大人物了, 他说什么就是什么, 肖武, 这班长请我们过来聚餐, 也是为了大家能够聚一聚, 现在只是一杯酒而已, 你说出这样的话, 不就等于是在打脸吗, 听杨慧开口, 我也懒得理会他, 是吗, 我不会喝酒, 我也在想, 软潮为什么非要让我喝呢, 既然说是一杯酒, 不如你帮我喝好了, 正好借此机会, 我也祝贺你一下, 能从看守所出来, 看样子是案件, 已经查清楚了, 听到这里, 杨慧也是一脸不爽, 都是同学没必要这样, 大家有的是做生意的, 有的是做其他职业的, 每个人接触的东西不一样, 所以这个酒啊, 喝不喝都一样, 大家意思到了就成, 兴许是看到了场面尴尬, 所以李荣出来打圆场, 不过他的话刚说出来, 就遭到了反驳, 李荣, 这是他们男人的事情, 你一个女人就被跟着参合了, 你还怕他们两个打起来不成, 就算是打起来, 恐怕也是, 肖武能赢吧, 要论打架的功夫, 可没有什么能比得上肖武的, 我的对吧, 看到杨慧开口这样说, 我脸上也挂着冷笑, 感情这事又准备不安分了, 李荣刚要说话, 我拍了拍他的肩膀, 要论嘴皮子的功夫, 李荣还不是杨慧的对手, 是啊, 要论打架的功夫, 在场的我认第二, 就没有敢认第一, 这个面子, 我说不给就不给, 我说话直说什么就是什么, 而且也不喜欢说第二遍, 在学校的时候, 大家都是见识过的, 阮潮, 今天我也是带着祝福来了, 如果再这样, 有意无意地对我难看, 别怪我翻脸了, 说着, 我端起桌子上的果汁, 我以果汁代酒, 祝你百年好和, 阮潮脸色难看, 他对我如何, 我也对他如何, 他说, 我不给面子, 我就直接不给他面子, 打了脸, 自然是要安慰的, 所以, 我以果汁代酒, 就是对他的安慰, 现在我给他台阶下了, 就看他要不要了, 是我唐突了, 忘了, 肖武同学的直性子, 阮潮说完, 先干为敬, 我也没有说什么, 只是看着他, 不过就在这个时候, 包厢的大门被打开, 一个装扮富贵妖娆的女人走了进来, 姑姑, 你不是和我爸他们在头上吗, 怎么下来了, 阮潮叫这个女人姑姑, 姓阮, 看到这里, 我也不由得多看了阮潮他姑姑几眼, 没事, 我也只是下来看看, 你爸爸的朋友多, 所以他在上面应酬, 我也只是说不上话, 所以来看看你的朋友们, 小潮, 给我介绍一下你的同学们吧, 听到这里, 阮潮给他姑姑介绍了我们, 看着阮潮姑姑身上的穿搭, 我也只是瞄了一眼, 大学时光的同学呢, 是一定要把握的, 我一直都告诉你, 任何一个同学, 你都要搞好关系, 我呀, 就是大学的时候吃了亏, 所以走了不少的弯路, 我笑了一声, 这么虚伪的话, 换做任何一个人, 恐怕都能说出口吧, 这位同学, 你笑什么, 本来我也是无意的一笑, 但是却没有想到被发现了, 哦, 没什么, 不过是认为, 你说的话, 和我想的一样, 阮潮的姑姑看看这我, 一副异样的眼神看着我, 这位同学是叫肖武, 看你的装扮, 像是道士啊, 姑姑, 这就是我, 给你说过的, 我们当时学校有名的风云人物, 我们学校老楼里面的厉鬼, 就是他镇压的呢, 至于这件事情, 是不是真的, 那就没有人能印证这件事情了, 阮潮说完, 他姑姑翻了一个白眼, 看着阮潮, 身在职场, 有精力的老手都明白, 一个风水师的地位有多重, 而且, 一个有实力的风水师地位又有多重, 阮潮不清楚这些, 但是我在看到他姑姑的时候, 就知道, 他姑姑绝对知道这些, 肖武, 阮潮他向来心直口快, 所以还请你多见谅, 以后在工作上面, 还请你多帮助阮潮几分, 毕竟大家同学一场, 我呵呵一笑, 不敢不敢, 阮潮同学比我本事大, 我相信他也用不到, 你是阮潮的姑姑, 我觉得, 你趁着有限的时间, 可以好好教导一番阮潮, 你身边有高深的风水师, 恐怕用不到吧, 脖子上的关公灰刀玉牌, 用了上等的和田玉, 又用了上乘的雕刻手法, 唯一值钱的地方, 应该就是这刀刃上雕刻的符咒了, 展会符, 玉鬼杀鬼玉魔杀魔的符咒, 能制作这样符咒的风水师, 已经不是无名之辈, 不过大多数人佩戴玉石或者符咒, 都是用的护身符, 或者辟邪符, 这展会符可以护名, 但是同样也能害己, 莫不是, 你做了什么亏心事, 那些护身符和辟邪符不管用, 所以才用了展会符, 大家优先看着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